第一千一百五十一张 放开那个怀尸 如此的迅速 快得让人无法想象 在展开之后 短暂的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大秘仪查拉图斯特拉 就已经以恐怖的效率覆盖了全境 没有留给深渊统治者们 任何的反应时间 好像连锁反应 那样的速度 已经无法以骨牌去形容 反而更像是导火索 没有走任何的弯路 也没有浪费任何一点宝贵的力量 在点燃的瞬间 一切都被以风驰电车的急速 导向了结局 为了这一天 存续院已经准备了数十年 考虑到了所有的状况和意外 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和最好的准备 并且制作出了诸多方案 针对性进行实施 超过16种备选方案 就掌握在场外的创造主中岛手里 但这一次 哪怕是中岛 也在为这一惊喜而感到震撼 未曾让任何人失望 怀尸已超出所有人预料的速度 达成了寄托在自身之上的职责 现在 各大谱系的根基已经稳固 扶桑 万神殿 圣冠 太阳历时 填充内部的六道轮回 都将自身化为了支柱 撑起了人所创造的世界 根基奠定 现在 凭借着同陷阱的大秘仪之间的共鸣 源源不断的力量 正在灌入群星之中 那磅礴的力量 运转在星辰之中 接引着中枢上升 像着那一片浩荡的星海 将怀尸的灵魂 纳入碎片之内的广泊世界之中 真正的 赋予它以灵魂 到时候 深渊就将再无任何的立足之处 当从陷阱和各个普系的误导之中 清醒过来时 不论哪一方统治者 都再不可能做事升作地完成 再不顾任何的后果 爆发出所有的力量 舍弃了眼前的对手 和四方的围攻 笔直地扑向了那漫天星光之下 冉冉升起的王座 此刻 就在遍布裂谷的荒漠之中 骤然飓风扩散 大地之上 再度出现了一个深邃的凹陷 在凹陷的最深处 枯瘦的老人回头 看向了远处的星空 眉头微皱 后脚掌微微抬起的瞬间 风中便传来了七笑 远方 一道裂谷 再度从大地之上展开 向着外道王笔直延伸而出 外道王回眸 那一只抬起的脚掌 再度踏在地上 沉闷的声音里 裂谷的扩展在 践踏之下 戛然而止 您在看哪儿啊 前辈 咱俩还没打完呢 裂谷的另一端 那个燃血的身影 从尘埃里浮现 咧嘴微笑 还是说 要大发慈悲 饶我一命吗 竟然还没死 好烦 外道王面无表情地 看向自己的对手 不同于曾经年轻的模样 略显苍老的面孔 已经双柄斑白 微微地皱纹地 从眼角浮现 但脸上所带着的笑容 却越发地轻浮和浪荡 身披着往日 混迹急缘和九四时的彩衣 散落的长发之间 甚至还别着一支 不知从何而来的七花黑书 而如此潇洒的风姿 却被胸前那个贯穿的裂口破坏了 断裂的裂口内 血色不断一出 内脏已经彻底 被打成了乱七八糟的样子 位置都完全错位 在里面 却唯独缺少了 那个会不断跳动的东西 心脏 被捏碎了 在半个小时之前 可他看上去 却依旧活蹦乱跳 浑然无视一般 仿佛只是掉了两根头发一般 如今正惬意地 撇着外道王的脖梗 那一道险些贯穿咽喉的 浅浅伤痕 不愧是老前辈 真是棘手 尚全遗憾地轻叹 我还以为咱们戚风对手 如胶四七 已经加入佳境了 没想到 感情如此经不起考验 只是稍微出了点事情 前辈就要气我而去吗 未免太过于薄情了一些吧 你想死的话 随时都可以 外道王没有理会 那话语中的调侃和戏谑 只是冷漠警告 不要碍事 啊 放心 正所谓原为天定 既然前辈要走 在下也不至于 如同怨妇一般哭泣挽留 您大可抽身而去 尚全捏着下巴上的胡须 似是沉吟 忽然笑起来 满是期待 只是 前辈您会放心 将后背录给我这样的家伙吗 哪怕只是一个瞬间 在他的腰间 明明已经被收入翘中 可见任 却在饥渴鸣叫 无止境的凶利气息 被束缚在黑暗中 不断地向上攀升 早已经 迫不及待 远方 星空摇曳 一缕流光飞落 黄金黎明地 催促在至 被外道王面无表情地捏碎 瞧啊 有人等得不耐烦了 快请吧 前辈 上拳伸手 按住了剑柄 期盼的笑意 就变得扭曲又猙獰 展露出恶鬼的本质 在下已经等不及 宋宁一程 死寂之中 外道王没有说话 只是轻轻地吐出了肺腑中的气息 再度 握紧的右拳 抬起 宛如尺楚一般 握紧了无形的天地距离 摇摇 对准了那一张嬉笑的面孔 在他们头顶的黑暗夜空中 骤然传来巨响 那是来自地狱的统治者 急驰而过 风暴图腾的力量 一闪而逝 万丈雷光笔直地 飞向远方的群星 毫无停留 只留下了扩散的巨响 还有一闪而逝的烈光 照亮了两人的眼瞳 还有如出一折的残酷神情 沦为荒漠的大地 再度发出哀鸣 在灵魂和意志的碰撞之下 寸寸军裂 波澜扩散 将生死置之度外 那一瞬间 死斗再一次开始 而这样的斗争 现在已经遍布了 整个陷阱的领域 一切都笼罩在 深渊的反扑之中 烈度在以恐怖的速度攀升 死亡和牺牲 已经无法统计 而是变成了一连串 不断膨胀的数字 在双方的骑手眼前浮现 哪怕如今只是赌局 只是如同军演一般的较量 这不断攀升的折损率 依旧让人打心底毛骨悚然 甚至 还有人在庆幸 这只是事项记录之间的演化 倘若是真实的话 又有多少灵魂 能够承担着牺牲和战损 数字背后的重量呢 此刻斗争的重心 现在已经从骑手的手中滑落 落入了骑子们的肩上 渐渐升向星空的王座之上 怀使感觉自己的灵魂在膨胀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闭上眼睛 依旧能够明见万里 俯瞰数之不尽的斗争和厮杀 不去倾听 风中的哀嚎和咆哮却不曾停歇 万物动荡的哀鸣回荡在耳边 双掌食指 所过之处 一切便好像在反掌之间 无需踏步 一切都已经在他的脚下渐远 无穷的灰光渐渐拥抱着他 轻柔地挽着他的手臂 将他带往星辰之海 在他的头顶 群星运转 无需他的命令 灰光不断地降下 框架和定律 覆盖在陷阱的大地之上 在陷阱的位置 填平裂谷 隆起山川 在友军的头顶洒下甘铃 又向着地狱 泼出熔岩和烈火 整个陷阱领域 已经变成了一座 货真价实的战争堡垒 而此刻 运转的星辰之间骤然一致 风暴和潮声突如其来 地狱的雷霆扩散 风暴图腾的巨著 自天穷之上显现 诸如王 双月降弹者 宛如陨石那样 杂入了星海之中 撞破了重重防御 突入核心 二十四节气的压制 地面的炮击阵地 其他升空而起的升华者 一因反击和防御措施 所激发的攻击 落在他的身上 就像是雨水一样密集 也像是雨水一样 只能徒劳在那一具 遍布无数荣耀之伤的躯体 前方滑落 根本 毫发无伤 而统治者 已经突入到王座的外众领域 手中染血的场景上的双色 和月光浮现 脱手飞出 笔直的冠向怀石 在如此接近的距离 看到怀石的面孔 双月的眉毛 竟然也微微挑起 浮现出遗憾的神情 可惜 可惜这并非是真实之中的搏杀 可惜 这样的头颅和尸骨 无法作为自己在酒宴之上 用来炫耀地收藏 否则的话 如此好颜色 定然能织出一副传世的酒气吧 可紧接着 就在他和他所中意的 陷阱好颜色中间 骤然浮现出一张 起人增艳的面孔 骨瞳的肤色 粗糙的皮肤 壮瘦的身躯 一块块棱角分明的肌肉 一双瞪大的牛眼 还有嘴角那不知为啥的兴奋笑容 放下那个怀石 有什么事情冲我来 夸佛 不逊色于诸如王的魁梧巨人 从半空中唐突出现 手中的吊杆甩出 一线细丝轻而易举地 缠绕在长脊之上 绷紧了 在守阳山童所打造的 长杆拖叶之下甩出 投向了双月的所在 只可惜 没那么简单 就好像拿铁筷子去捅插座一样 寄托在骑上的恐怖电光爆发而出 逆着影线将夸佛整个人吞没了 瞬间 笼罩在毁灭里 双月冷哼一声 接住了归来的长脊 再度向着怀石冲出 可在那一片消散的电光中 却有一只粗壮的臂膀猛然伸出 锁过之处 一切雷光尽数被撕裂 再然后 那一张憨厚又讨贤的笑容 再度从双月的面前出现 大妹子 你坐下 咱俩说说心里话 热情奔放的歌声 和吊杆的穿刺 以及 还有某种无法言喻的油腻感 一同扑面而来 妈的 好烦 双月怒吼 手中的大忌轰鸣中斩下 滚开 三分钟后 双月就开始后悔了 自己招惹 这玩意干嘛 论攻击的话 对方根本不能和雷霆之海的灾恶相比 但防御却不知道 为什么如此之硬 尤其浑身还套了一层木鞘 随灭随身 越来越坚韧 简直就好像一颗牛皮糖 还是被嚼过 带着口水的那种 一旦粘上之后 就再甩不掉 如果纯粹的难缠也就算了 偏偏好好一个人 还长了一张嘴 不停地 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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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 你们还要 傻能到什么时候 双月咆哮 老子忙着呢 别烦我 回应他的事 比他更不耐烦的怒吼 第1152章 金西河西 就在另一头 涌动的血河之中 一句句海骨不断地浮现 源自王国的大群 威名赫赫地埋谷军团 与此出现 那些树枝不尽的海骨 从血河里爬出 汇聚在一处 堆砌成山 便形成了诡异又畸形的 巨大窟窿 宛如楼宇一般的颅骨上 带着璀璨的宝冠 数十条手臂 杂乱无章地伸出 而一条条畸形的腿 在地上毫无规律地践踏 匍匐 爬行 毫无任何的防御 任由敌人们耗费力量 去进行不自量力地攻击 一切就在扩散的瘴气和猛毒之下 腐烂成泥 在他所过之处 沉重的身体挤压着泥土和大地 便开掘出了一条条深邃的鸿沟 血色涌动在其中 随着那巨大的骷髅 一同向前延伸 笔直地突进 向着陷阱河西 丝毫不在意其他的对手 只是一心一意地 寻觅着天国谱系的踪迹 可现在 那如堡垒一般的血和骸骨 却被一双粗大的臂膀 唐吐的蓝腰抱住 抱紧了 双臂向内收缩 然后 向上 拔起 无数泥土 岩石所汇聚成的山鸾 现在竟然长出了四肢 形成了人形 就这样 热情地紧抱着地狱的不死怪物 将它托举着 扛在肩膀之上 还顺手拍了两下屁股的位置 仿佛要是一式手感一样 声音清脆 紧接着 整个世界的见证之下 对它使出了标准到令人发指的 炸弹摔 在半空中 无数骸骨汇聚成的不死者 也陷入呆滞 只感受到扑面而来的飓风 还有迅速向着面孔砸来的大地 哄 数不清的骨骼 像是瀑布那样 喷出 散意 那些分散的骨骼 迅速地收缩 试图汲取着血合的力量 再度成型 然后 所有人便看到 山鸾的模糊面孔之上 便浮现出诡异的笑容 就这样 后退了两步 再两步 撤出了十步之外 然后 向着眼前迅速恢复的对手 大步狂奔 在地壳的哀鸣之中 猛然 飞升跃起 那起跳时所携带的庞大质量令 整个大地 像是弹簧床一样的 迅速起伏 晃动 在空中 山鸾巨人的双臂和双腿张开 以公里计的庞大身躯 撒下了恐怖的投影 笼罩了骷髅的头颅 令那猙獰的面孔 陷入呆滞 再然后 便是惊天动地的 坠落 流星飞坠 凌驾于河暴之上的恐怖冲击 就此降临在了无数骸骨之上 就连血河 都在这可怕的冲击之下 陷入干涸 难以接续 再化为粉尘的骸骨 迅速收缩 再度重生 重重骸骨之中 加拉的面孔浮现 怒斥 这他妈的 是什么鬼东西 当然是属于 纯爷们的打架方式呀 重生的山鸾中 一张苍老的面孔 从顶端浮现 美洲的世界巨人 特拉尔特库特里 他抬起了粗壮的双臂 像是撕去外套一样 包下了山鸾最外层的一层泥土和石壳 无数岩石迅速地形成 筋状肌肉的轮廓 配合着他的意志 摆出了强而有力的健美姿势 挥汗如雨 就这样 他节节怪笑着 伸手扯住了眼前的对手 来啊 朋友 别急着走呀 特拉尔抱着他的脖子 死死地孤注 热烈邀请 咱们的摔脚 才刚刚开始呢 滚啊 加拉怒吼 不是因为打不过 也不是因为战略或者其他 而是因为 这个老头好怪啊 你们陷阱的摔脚 是这样的吗 为啥和我知道的不一样 是不是哪里不太对啊 以及 我他妈的没有找你啊 应方舟呢 应方舟你个王八蛋去哪了 别跑啊 出来面对我 而另一头 天国谱系的少战网络前方 守卫在此的应方舟 也感受到了某种 发自内心的恶心感 就在他面前 那个来自勇士集团的大群之主 身披庄重的黑色礼服 脚踩着一双精致的皮鞋 戴着金边眼镜 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 手里还提着公文包 毫不躲藏 你就是应方舟 这位深度去业务部的 销售冠军 拦在了他的面前 伸手扶了扶自己的眼镜 端向了一眼之后 露出不屑的事情 看上去也不过如此嘛 应方舟面 无表情地拔枪 甚至懒得回应 可再然后 他就看到 眼前的对手 忽然后退了一步 然后推金山道玉柱 干脆利索 行云流水 无比娴熟地 跪下了 一声扑通 销售冠军跪倒在地 忽然之间就泪流满面 哭泣呐喊 双手伸出 死死地抱住了 应方舟的大腿 不放 等一下 爸爸 萧官猛磕了一个响头 呐喊爸爸 求你了 你就是我爸爸 求求你 看一眼我们的产品吧 他的眼泪鼻涕喷出 私生竭力的恳请 我们勇士集团 绝对物美价廉 绝对诚信为本啊 爸爸 咱们和天国谱系 都是老相识了 现在还有折扣啊 呜呜 去死 原本应该一瞬间 就把这个无比滑稽的丑爵 彻底蒸发的 可当那一双手 捧起了一份厚厚的方案 举起在面前时 应方舟的动作却骤然停滞 在萧冠的哭喊中 某种不应该出现的感动和犹豫 竟然从心头浮现 打破了原本的纯化心境 取而代之的 竟然是某种让应方舟 为之毛骨悚然的想法 他这么可怜 还这么卑微 看上去很有诚意的 要不 可怜可怜他 看一眼 杀意和动摇 在那一张面孔之上 不断地浮现 挣扎 在谄媚的笑容 卑微的恳请 还有销兽冠军的恳请之中 纯化的意志 竟然也开始渐渐奴钝 艰难的 一点点 向着那一本 送到眼前的产品目录伸出手 掀开了一眼 欲望 数之不尽的物欲和贪婪 在产品目录之中涌现 粘稠地蠕动着 顺着手指 一点点地爬向了 应方舟的身躯 渗入灵魂 您慢慢看 不着急 一点都不着急 销兽冠军带着眼泪和鼻涕 露出了诚恳的笑容 从身旁的公文包里 取出了一本 又一本厚厚的目录 我这里还带了 二十套不同样的 您慢慢看 慢慢挑 只要支付一点点原质 就还有精美大礼包哦 如此 愉快地欣赏着客人 观看目录的模样 挑选货物 期待未来 看吧 看吧 在无穷的物欲中 渐渐沉迷 渐渐透支 渐渐贪婪 永无休止地占有和购买 从金钱 到物质 生命到肉体 到最后 连灵魂都抵押出去 欲望的盛宴 才刚刚开始 啪 一声清脆的声音 从映方舟的身上响起 销售冠军疑惑抬头 只看到那一张面孔 在贪婪诅咒的 侵蚀之下军裂 可还有更多的贪婪和欲望 从那一张破碎的 面孔之后浮现 宛如海洋 无边无言 哪怕是销售冠军 也为之瞠目结舌的欲望 呆滞 开玩笑呢吧 冷汗从额头上渗出来 他感觉自己 好像是点燃了 炸药库的导火索一样 明明火焰如同自己所想的那样蔓延开来 可为何会感觉如此的惊悚和不安 等一下 这真的是理想国的利刃吗 还是说 自己搞错了 可眼前的对手 分明是应方舟没有错 但既然是应方舟 为何会有如此庞大的贪婪 和渴求在那一具复生的灵魂之中 简直是 欲喝难填 此刻 就在应方舟手中 连那一本记载了地狱中 一切产物和灾厄精髓的目录 也开始激烈地颤抖 无风自动 以肉眼难辨的速度翻过 一本 又一本 在云中军的渴求之火中 烧成了灰烬 直到最后 飞散的灰烬里 那一张面无表情的面孔 再度抬起 俯瞰着呆滞的消关 雷光涌动 真可惜 应方舟遗憾地轻叹 我想要的东西 你这里好像买不到 等等 我这里还有更 哼 万丈震怒的雷霆拔地而起 升上天空 在应方舟的面前 只剩下了一个漆黑的深坑 无数飞扬的尘埃里 一只燃烧的皮鞋 从空中坠落 掉在远方的泥浆中 跳梁小丑终于死掉了 尸骨无存 可他的目的 却依旧达成了 自己被他拖延在了这里 而对方 已经完成了封锁 在更远的地方 大地动荡着 雷霆之海的乌云扩散 庞大的腐烂之蝶 展开八对巨翅 撒下暴雨一般的碧绿灵粉 在灵粉所过之处 无穷鬼妹自壁火中爬出 汇聚为海巢 向着应方舟身后的哨战 浩荡而来 扑面而来的风中 传来熟悉的血腥气 如此浓郁 带着久违的死亡气息 还有深渊的恶臭 而自己身后 只有空空荡荡的哨战 最接近的支援 也被彻底切断了 孤悬在外 而那个他曾经想要捍卫的世界 早已经变成了废墟 只剩下如自己这样的孤魂野鬼 在地狱里游荡不休 有那么一瞬间的恍惚 他好像再度回到了七十年前 一切都是如此的熟悉 如此的相似 可这一次 他却再没有曾经的狂怒和悲愤 而是不知为何 大笑出声 如此满足 如此愉快 不需要回头 能够感受到 来自漫天繁星的点点灰光 那些光芒照耀 再度照耀在他的肩膀上 宛如很久很久之前那样 温柔又璀璨 好像那个属于他们的时代 又再一次回来了 他所要保护的一切 再一次地来到了他的身后 这一次 请你们 看着我吧 云中均微笑着 向着那些过去的灵魂们 轻声恳请 就这样 拔出恨水 抬头向着远方那无穷尽的大群和军团 轻蔑俯瞰 勾动手指 这就是最后的宣战 哎 第1153章 自动荡 远方的夜空被雷霆撕裂 纯化的赤裂灰光升上了夜空 将无穷黑暗开辟灌入逼近的阴云 浩荡驰骋 电光如离 自地上绝出一道道幽深的裂骨 再度冲天而起 形成了索臂四方的牢笼 将浩荡而来的地狱大群和云层之中 诡异的腐烂巨蝶 尽数锁入笼中 辟匿万物的雷霆之中 云中均的身影浮现 漫天裂光收束在手中 化为了奔流的长河 自深渊的投影之中 肆意扫荡而过 怀师下意识地分神 向着那里看了一眼 眼瞳却被那不快的电光刺痛了 仿佛听得见 来自印方舟的冷亨 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足够了 我就当你是关心我吧 怀师叹息着 收回视线 专注于大秘仪的运转之中 凄厉地呼啸从耳边飞过 斩碎了几根头发 消失在远方的夜空之中 诸如王双月 已经陷入了暴怒之中 风暴图腾的伪力不断降下 但却在夸腹的纠缠 和二十四节气的运转挪翼之中 纷纷无功而返 如今 双方在十几公里之外大打出手 对于统治者来说 这个距离和近在咫尺 已经没什么差别了 但偏偏 却越不过夸腹这个肉盾 还有他手里那一条 完全不讲道理的吊杆 细细一线绵延万里 经沟纵横抓取万物 不论是一切有形的冰刃武器 还是无形的烈火和暴风 在沟河线的拉扯之下 都尽数变成上沟的大鱼 难以突破界限 那是疾异吗 还是其他 完全无法判断 只能说 实在是让人大开眼界 明明看上去像是个憨批 可这种大巧若桌的恐怖记忆 却好像信手拈来一样 没有给敌人留下一丝空隙 时不时还回头 向怀尸比划的大拇指 眨着眼睛 露出爽朗的笑容 意思直白又简单 你快看我牛逼吗 然后 一个走神 直接被双跃的斧刃劈在脸上 金属和颅骨碰撞 竟然迸发出红中大铝一般的巨响 而夸父 只是后退了一截之后 抹了把脸 一切就迅速地完好如初 一切都在迅速地恢复 如是全力输出了这么久 哪怕是个人都累死了 偏偏这货脸不红气不喘 一点汗都不见流下来 像是涌动机一样 耐力高得可怕 怪不得被冬夏普系挂出来 当作助战 这么好的工具人 换怀师也忍不住 想要拿去换个外汇啊 大秘仪的运转自有定律 有存续院的无穷方案 如今生作的过程 也根本不用怀施任何操心 他只需要做好自己吉祥物的角色 安安稳稳地 被送进大秘仪的中枢区里 一桩事情 自然大功告成 这也才敢胡思乱想 可一瞬间的走神 远方天穷 骤然被一点火光锁点燃 紧接着 赤红弥漫 庞大的流星拖曳着燕尾 便在夜空之中 那一只诡异血肉星球的抛制之下 从天而降 无穷血色从其中低落 将半截夜幕 也染成了令人作呕的暗红 如是 堂而皇之地 闯入了陷阱的领域 锁定怀施 诡异地在空中绕过了好几个弯 将一切拦截的炮击 尽数抛开之后 向着群星砸下 而毫无征兆地 一面巨大的方顿投影 从血色陨星的前方浮现 将那恐怖的冲击 尽数抵御在外 而在怀施前方 一道容金流火板的痕迹划过 数之不尽的大群扫灭 一个枯瘦的身影 就已经拦在了他的面前 将所有的袭击者 尽数抵挡在外 头戴着古老的头盔 棕毛与关在风中飘荡着 如火一般燃烧 那老者身披着沉重的环甲 腰配着短剑 手中的长枪燃烧着光焰 披风自吉尺之中烈烈作响 在纵横来去之间 至弗勒图所投放的巨兽 和烈石天使 被撕裂贯穿 而远方 那不断砸下的陨石和烈光 便尽数被手中所举起的 方盾所拦截 再也没有任何的空隙 可趁 罗马普系 军神 马尔斯 历经四代皇帝 自从九十年前 就已经是罗马普系中 留砥柱的升华者 如今正拦在地狱之前 只是回头看了怀石一眼 微微点头之后 并没有再说什么 那一张遍布疤痕的面孔上 残存的右眼遍布白翼 早已经在岁月的魔力之下 浑浊暗淡 但此刻 在面对敌人时 便蹦射出了灵力如铁的灰光 宛如万钧相随一样 无穷幻影遍布天穷 传承千年的厚重方阵 笼罩在了怀石的周围 只剩下他孤身一人 站在唯一的缺口之上 面无表情地 将一切胆敢冲上来的凝固者和怪物 尽数斩杀 涌动的血和 自天穷的镜头漫卷而来 血色巨蛇的身影生腾 突破了扶桑的拦截之后 王国和制服乐土河流 突进深入 再不顾惜任何的代价 向着大秘仪的根基发起进攻 前所未有的恐怖压力降临 战火弥漫 几乎每一寸土地 都已经被血色所染红 整个平原都已经变成了 动乱的战场 而更要命的是 无数警报 忽然从怀石眼前地闪过 报错 原本固定完毕的 五层领域之间的循环 竟然在同一时间 出现了数十个错漏 除了最深层 接续三处的黑侠 永无知境之外 延伸出的活动 形成 创造和流出四层领域 内部衡量基准的七大阶段 功能模块分布的36天 以及内部总数91个区域中 每一个地方都传来了 陌生的信号上 和根本不在识别范围内的权限 升作 戛然而止 在呆滞之中 怀石发现 竟然有另一个权限 出现了大秘仪之中 第二个管理员账号 在迅速地窃取怀石所有的权限 并不仅仅是窜夺 大秘仪的掌控权 甚至还试图侵入命运之书 什么鬼 眼看着丝丝缕缕的漆黑 从大秘仪的最外层浮现 迅速地侵蚀 这大秘仪的领域 甚至连杀毒程序都无法检测出来 怀石就已经目瞪口呆 这玩意儿的防火墙 就这么脆的吗 可哪怕是能瞒得过 大秘仪的防火墙 可是却依旧无法绕开 命运之书的观测 那一瞬间 就在飞夜上那密集的结构分布 悄然出现了一个 未曾记录在大秘仪之中的 全新框架 它的名字叫做 就在伍德曼的一蛇之环庇护之下 诡异老者的长袍之下 无穷原置影线延伸而出 没入虚空 遥遥接入了大秘仪之上 渗入了属于陷阱的循环 而那一具勾楼的躯窍 便好像是溶解一样 渐渐稀薄 到最后 只留下隐隐的残痕 宛如泡影一般透明 而就在半透明的身躯之下 无穷侵染着灾恶的定律涌动着 交织出了属于地狱的人造灵魂 到现在 终于再不掩饰自己的本质和由来 这便是天选之人 Chosen One The One 就是主 不 它真正的意思 应该是受选者才对 所谓的亚雷斯塔 本身便是集合了黄金黎明 所有成员的能力 还有他们所掌握的 一切理想国的遗产 所精心缔造出的工具和成果 早在诞生之前 其设计之初的一切目的 便是围绕着陷阱所打造 就好像富克彩虹桥的力量 令其以灾厄为根基 成为接续无数地域的深渊天梯一样 的存在 便是一世独立之处的根基 其本身的使命和功能 是调动四方力量的支点和中枢 撑起天梯的运转 如今没有了天梯存在之后 便只能将其全盘放弃 取而代之的 便是针对大秘仪而打造的 世界 它是一把钥匙 一把用以开启 篡夺和驾驭第一封锁 查拉图斯特拉的钥匙 此刻 就在它的手中 框架展开 穿透了来自大秘仪的层层验证 开始扩散来自深渊的毒害和感染 扭转着一切框架的性质 向着地狱 反向加持在统治者们的身上 称地狱矩阵也罢 深渊母体也无所谓 这便是精心为陷阱打造的 凝固法则 在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中 不只是骑手们 就连决策士们的观战者们 都陷入了呆滞 不知道 自己究竟应该震怒还是庆幸 震怒于黄金黎明那帮狗逼 竟然搞出了这种技术 庆幸于 这里只是赌局之内 倘若一事不查 被应用在真正的陷阱之上的话 诚然 两者之间的体量相差 何止万倍 和后果之惨重 又何止万倍呢 倘若这里是空壳和容器的话 那么陷阱 就是沉甸甸的果实 只要在黄金黎明的侵蚀 出现一个缝隙 稍微撬动一下 结果不堪设想 但现在关键在于 如何阻止黄金黎明的侵蚀 就算是怀师放着不管 大秘仪也绝对不是 任人鱼肉的玩具 没有无核有之乡的支持 对方现在能做的 不过是在最外层打转 干扰一下生作的过程和进度 但如果对方顺着大秘仪的衔接 反向对扶桑 万神殿 和太阳立石等等支柱 展开侵蚀和干涉的话 那么如今陷阱领域的根基 就将被彻底动摇 必须将对方的活动范围 封闭在大秘仪 外层的范围里 明白吗 怀师 创造主中导的声音不断地传来 就按照说明书 紧急事项里的备选方案 先将永无知境的黑侠 设置为输出状态 调整分布 然后流出层之内的事情 可以先冻结不管 封闭内侧之后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找出对方究竟在哪里 把智能验证 和原置识别系统 全部打开 开了呀 怀师整个人已经妈了 不顶用啊 存序院所设置的验证和识别 根本拦不住黄金黎明的秀谈 一切来自大秘仪本身的验证 都难以起效 归根结底 这帮狗逼对大秘仪的架构和内层 实在是太熟悉了 大秘仪的验证和排查程序 本质上是甄别一切非字体内部的存在 并对所有侵入者产生排异反应 所采用的验证和识别匹配的素材 也都来自于大秘仪内部 但在地域矩阵的侵蚀之下 根本起不到效果 现在 当自动模式没有用的话 就只能切换为手动 怀师只能手忙脚乱地 将不断各种处理着 各种弹出的报错程序 然后将所有能够用上的东西 全部都丢进验证库里 根本都来不及看 可局势依旧在缓慢地恶化 不断地带来一阵阵煎熬 直到忽然一声刺耳的警报 检测到外部入侵 怀师茫然低头 看向手中刚刚拿起来的检验文本 啥玩意儿 起笑了 就连场外的中导都愣住了 怀师 你怎么办到的 他震惊发问 你用了哪个框架的验证 把对面找出来的 呃 都不是 怀师看向手头从命运之书里抽出来文本 表情抽出了一下 大概是 东下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导沉默 与此同时 亚雷斯塔看着眼前的验证程序 陷入呆滞 准驾车型为小型自动荡汽车的 可以驾驶一下哪种车型 A低速载货汽车 B大型客车 C二轮摩托车 D轻型自动荡载货汽车 倒计时60秒 开始 什么鬼 在前所未有的茫然中 来自黄金黎明的授选者 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思考 他妈的自动荡什么 D154张 你好勇啊 此刻 大秘的内部 融解为框架状态的亚雷斯塔 开始思考 从在无核有之相的核心中诞生以来 经历了不知道多少创造主的教导 和无数事项记录的熏陶 被寄托以重任的 世界 有生以来 第一次产生了未曾有过的迷惑 汽车 汽车不就是陷阱常见的载具吗 可自动荡 自动荡他妈的是什么 他穷搜自己的资料库 却发现根本找不到几条相关的记录 为什么 为什么天底下 会有这么无聊的验证问题 天文地理 化学物理 哪怕是炼金术中最为偏门的晶体 催便它都在无核有之相的视像记录中 有所涉及 所谓的世界 从一开始的定位 就是针对大秘仪所打造的万能钥匙 可天可连剑 开车 如果说有什么技能 是在黄金黎明里 绝对用不上的话 那恐怕就只有开车了 天踢他不香吗 如今 在迅速逼近终结的倒计时中 他仿佛坐在某个综艺问答节目的席位上 保守煎熬的选手 开始汗流加倍 无从下手 却又无可奈何 只能请求场外援助 遥人 他去问贝内特 可在诸多五届的围攻之下 深渊中的觉悟者也一脸茫然 自动荡 僧侣沉吟许久 好奇地问 难道是奥西里斯的隐藏模式吗 他去问外道王 外道王自始至终都无比冷漠 车 外道王在通讯中吃笑 你觉得我会开车 无可奈何 只能转向最后一个 看上去靠谱一点的家伙 武德曼 你脑子有问题吗 傻逼 黄金黎明里为数不多的 有过驾驶经验的凝固者大怒 自动挡 就是自动切换单位的车 我就知道 你们这帮培养民里的试管婴儿 迟早要出篓子 连车都不会开 还有什么用 事到如今 已经顾不上武德曼的轻蔑了 亚雷斯塔直截了当地问 那我究竟选哪个 我哪知道 我当年的驾照 是走天文会专线 直接到手的 武德曼在混战之中迟缓一瞬 差点被太阳立时的光轮 烧掉了半边脑袋 不耐烦地怒斥 你不会动动脑子 向下兼容吗 既然都已经有了汽车驾驶执照 那还有不能开摩托的道理吗 亚雷斯塔顿时呆滞 好像 似乎 也许 是这个道理 就在倒计时即将终结的瞬间 亚雷斯塔再无犹豫 果断地选择了答案 C 错误 警报的刺耳声音 瞬间群星之间乍响 亚雷斯塔还没反应过来 眼前的框架 就已经瞬间锁闭 向它彻底关闭 紧接着 来自大秘仪的重重高压降下 防火墙的秘仪掠过 瞬间截断了亚雷斯塔扩散开来的污染 几乎瞬间将它锁定 什么鬼 在流出区域 世界的框架狼狈躲闪 迅速拟态变化 刚刚到手的一项权限 在瞬间消失无踪 顿时令亚雷斯塔大怒 伍德曼你他妈 可不等他反应过来 新的验证问题 就已经迅速装配到了每一个框架的接口之中 无数岔路之间 数之不尽的问题 从他的面前谈出 在赞助的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 是否能够直接申领大型货车驾驶证 驾驶机动车 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发生交通事故 是否属于违章行为 请判断图中红色机动车 有几种违法行为 无数乱七八糟的问题 从眼前谈出 令亚雷斯塔原本镇定的心情 迅速浮躁起来 怒火克制不住的上涨 这他妈 这他妈 怀使你这个狗东西 已经不是人了 这都探娘的 是哪来的验证问题 可但凡是能够 搭载在大秘仪里的验证问题 必然是需要有正确答案的 否则其他内部的框架 根本无法正常交互 而且必然是没有经过 任何篡改的事项记录 现实中也必然要有解答 和受到广泛认可的实行方式 亚雷斯塔做梦都没有想过 拦住自己的 不是曾经创造主们 所留下的残局和心血结晶 而是保占无数冬下司机 鲜血和眼泪的科目医 可纵然如此 这些问题也依旧难不倒塌 他只要转变策略和自身的结构 观测其他框架 彼此产生交互时的结果 便能够记录下正确的答案 只是 正当他记录到第1400道题的时候 却发现 新出现的验证 开始越来越邪门了 在怀师发现 自己命运之书中的记录 竟然也能够被大秘仪 所认可之后 验证的诡异程度 就开始以直线速度疯狂飙升 请问高达鲁姆会战中 吉翁一方出动了多少 宋姆赛级巡洋舰 高达他骂的是什么 吉翁又是哪里的鬼 世界有这样的战争吗 巡洋舰我知道 姆赛级又是他娘的什么玩意儿 请问下面哪位角色的声优 不是中村优衣 草尼玛 中村优衣是边个呀 这些角色 他骂得长得不都一样吗 除了头发颜色不同之外 有区别吗 有吗 请在以下选项中 选出某堂姓演员 未扮演过的皇帝 鬼知道 而且 东下的皇帝为啥找这一个演员 你们不能换一个吗 有一个人前来买瓜 请问以上视频中 出现了多少句萨日朗 够了 烦了 求求你们了 他妈的能换个阳间的问题吗 请选出下列有乐园王子出现的照片 怀尸我要杀了你 我他妈的要杀了你 在亚雷斯塔震怒的咆哮中 源源不断的警报 从世界的框架重弹出 再这样犹豫下去 给自己的选择 只会越来越少 等到再无路可走的时候 就只会被瓮中捉鳖 必须放手一搏 现在 世界 则框架全面展开 暴力破茧 再不顾大秘仪的防火墙的压制 亚雷斯塔的力量 在群星之间运转 自那些创造主的框架 拦截之下 开始向内疯狂突破 放弃了撬锁之后 便用大锤砸墙 失去了隐秘措施之后 不顾自身的飞速蒸发和解离 他顺着七大阶段的枝干 向上疯狂地攀升 向着大秘仪之中 怀尸所在的位置 唯一的管理员权限 取而代之 短短的数秒钟不到 再不顾惜所有的 世界爆发出了权力 将防火墙的拦截和框架验证 彻底击溃 所过之处 一路在群星之间 留下了灰黑色的轨迹 向着内侧 比之突破 简直 势如破竹 甚至 隔着最后的臂掌 他已经能够看见 怀尸的灵魂中 所流露出的震惊和恶然 害怕了 已经晚了 亚雷斯塔冷笑 骇然突破了最后的防御 向前 那一瞬间 碎裂的封锁之后 滚滚黑暗 扑面而来 在那一片辽阔的黑暗里 传来隐隐的心跳声音 好像有什么诡异的东西 隐隐明动 震惊突如其来 亚雷斯塔瞪大眼睛 便察觉到 有什么粘稠 湿润 又充满饥渴的东西 扑在了自己的脸上 瞬间 扩散 这什么 就在 世界的框架之中 传来了前所未有的警报 从未曾体验过的痛苦 从灵魂之中泛起 原本稀释为原质的身体 竟然在黑暗的吞噬之下 再度成形 紧接着 激变 惨烈的尖叫 从黑暗深处响起 很快 又被黑暗所吞没了 啊这 怀尸愣了好半天 才反应过来 忍不住挠头 不知究竟是 应该称赞亚雷斯塔的勇气 还是应该怀疑对方的脑子 这么勇的吗 他目瞪口呆 不愧是黄金黎明 佩服佩服 现在的怀尸 就是大秘一秘不可分的一部分 作为大司命 彻底融入了漫天群星之中 而他所构成的部分 也正是大司命 本身所独有的 龟虚 他本来以为 自己故意 将这个东西放在核心里 黄金黎明会投鼠忌器的 却没想到 亚雷斯塔眉毛都不带皱一下的 就跳进了怀尸的坑里去 还大大方方地 把自己的框架给展开 众所周知 单波之王的龟虚里 只可能有一个东西 永生之兽的血肉 来自毁灭要素的残留 世间永存之生物 无穷尽生命力的象征 无穷尽畸变和侵蚀性的结晶 曾经在单波的大地上 伍德曼所架设的实验里 所孕育出的恶果 他原本还想要将这个东西 原物奉还的 甚至还故意露出了不少破绽 但却没想到 竟然是亚雷斯塔 率先来拆这个包裹 反正都是黄金黎明 大差不差了 怀尸大度的挥手 端向着龟虚中涌动的黑暗 送你了 回应他的只有嘶哑的怒吼 大秘仪的力量加持其上 令龟虚化作了彻底的囚龙 死死地将亚雷斯塔封锁其中 某种意义上来说 亚雷斯塔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他确实来到了怀尸的位置之上 甚至比那更加的深入 更加的接近掌握陷阱的威权 只差最后 这永远无法突破的一线 就这样 怀尸面无表情地合上了龟虚的大门 回头 向着远方怒视而来的伍德曼 微微一笑 抬起手指 温柔地从喉咙上划过 毫不掩饰自己的这一份恶意和憎恶 咱们早晚要见分晓的 朋友 他轻声提醒 这才是刚刚开始呢 第1155章 好久不见 简直 不自量力 目睹了怀尸的挑衅 伍德曼只是冷笑着 没有说话 一个依靠着大秘仪 才能站在自己面前的家伙 难道有什么可畏惧的吗 在太阳历史的压制之下 死亡天使萨麦尔的一蛇之轮 骤然运转 不顾王国睡官的怒斥 直接从血河中抽出了海量死亡的精髓 无穷节灰中制变出更上一层的精髓 如同炎那样 无数白雪一般的粉末 汇聚在他手中 便形成了诡异的头枪 摇个万里 向着怀尸的面孔 悍然投出 于是 天穷之上便落下了死亡的雨 数之不尽的骨毛伴着血雨 从空中飞落 所过之处 大地一片荒芜 大群死伤无算 可一切死亡都再度变成新的力量来源 黑云一般的飞黄 从干涸的大地之上爬出 展开双翼 洒下了死的毒 就在这一瞬 抓紧了大秘仪那稍纵即逝的停滞 血河之中的统治者 骤然显现化身 无穷长蛇从血河中飞出 猛然咬住了制伏勒土的沟楼主祭 钻入血流之中 下一瞬 就突破了马尔斯的阻拦 自凭空涌现出的漩涡里钻出 两位统治者合力 突尸拉手 在出现的瞬间 血蛇盘绕 形成墙壁 以自己的身体 将马尔斯隔绝 而乐土主祭 便已经抬起了眼眸 无穷贪婪的食欲 从那一双漆黑的眼眸中涌现 到最后 神圣的灰光升腾 乐土的神迹降下 深渊巨口浮现 向着槐尸张开 露出通往深渊底层的 无穷黑暗 这么卑鄙的吗 槐尸眼瞳抬起 并不惊恐 反而眼看伍德曼没有上钩 还有些略微的遗憾 幸好 我也不是什么证人君子 伴随着她的话语 在她的脚下 灰暗的大地上 钢铁的面孔之上 浮现烈光 装甲鸣动 引擎喷射 过在驱动开始 等待许久的庞然大物 摆脱了重力的束缚 六道光一展开 喷出了无穷艳光 向着天空 向着群星 向着自己的敌人 悍然飞出 当那消散的迷雾和尘埃中 浮现出威严的轮廓时 不只是乐土主祭 甚至连血舌和远方的伍德曼 都不由自主地发浪 毛骨悚然 名副巨人 奥西里斯 在瞬间的惊悚过后 取而代之的便是嘲弄 还有被如此轻蔑 对待之后的狂怒 他妈的这一套 你究竟还要玩多久 滚开 乐土主祭的面无表情的伸手 猛然按下 万丈圣光如刃刺落 足以比拟药般爆发的高温光流 在瞬间 焚进了外层那不值一提的幻象 揭露出藏身其中的庞大装甲 阿努比斯 又是阿努比斯 又是这一套 这种无聊的把戏 实在是够了 可在光流的焚烧之中 冲天而起的钢铁巨人 却未曾有任何的退却和闪避 任由那恐怖的高温 将外层装甲 再瞬间化为尘埃 一道深邃的缝隙 从阿努比斯的面孔之上浮现 燃烧的双眸之后 只有一片灰暗的世界 无穷的大物 乃至奔流的鸣河 潮声澎湃 涌动而出 在短短的弹指间 阿努比斯无声地崩溃 碎裂融入了那一片鸣河里去 消失无踪 仿佛能够听见陈女士的咆哮 在潮声之中 传来了钢铁的嘶吼 如此 毫无征兆地 启动了禁忌的程序 直接抛弃了常规状态和过载模式 跨入了危险至极的 鸣河驱动的状态 稍有不慎 不只是阿努比斯 就连驾驶者自身 都会无法脱离鸣河的束缚 溶解在那一片永恒的死亡里 可现在 阿努比斯却仿佛早已经尝试过 不知道多少次一样 对一切变化 都已经烂熟于心 轻车熟路地 在鸣河的内外不断闪现 短短的瞬间 数十次深度千月 交织成了鸣河之中的波澜 浩荡的鸣河在天穷之上奔流 贯穿了炽热的圣光 好像幻影一般 毁灭的烈光吞没了它 却无法损伤到它分毫 而鸣河的投影 就在阿努比斯的脚下 笔直地延续 自毁灭中开辟出了前路 瞬间 阻挡在了怀尸的面前 深渊巨口 被鸣河所贯穿 撕裂 在涌动的水波之中 那一片仿佛通往永恒寂静 和灭亡的河流之中 只有一只钢铁手臂猛然伸出 迅速重组 五指张开 不对 这是 乐土主机面色大变 向后退出一步 乐土的门飞浮现 将它吞没其中 迅速消失 可在阿努比斯伸出的五指之间 无数电火花泵射 装甲脱落 高舟拨动利刃 魔快弹出 势如破竹地撕裂了一切的防御 不顾乐土大门的迅速合拢 灌入其中 将乐土主机 钻入了掌心 拔出 再然后 五指收缩 啪 好像捏爆一个软柿子一样 挤出一片粘稠的辛红残渣 紧接着 火光在那五指之间燃起 迅速焚烧着主机的残留 风中传来了嘶哑的惨叫 和惊恐的哀嚎 可是不论如何挣扎 都难以逃脱 名府降下的成见 到最后 迎来灰飞烟面 再无痕迹 就这样 在短短的两个弹纸之间 来自制弗乐土的主机 便在阿努比斯的手中 碎裂成肉泥 死机 突如其来的死机 久违的恶寒 营绕在所有人的心头 令他们的呼吸 都为之停滞 这真的是阿努比斯吗 明明所有的识别 和探镜的观测中 眼前的对手 都应该是来自 天国普系的那一台阿努比斯 没错才对 可这扑面而来的胸利气息 和来自灵魂深处的战力 还有和之前 截然不同的作战风格 这分明 这分明是 不好意思 这么多年没开了 有点手声 死机之中 只有一个明朗的男生想起 我没来晚吧 不 没有 怀师微笑着回答 我还正在想 怎么跟大家介绍你呢 不过 现在看来 应该不必了吧 只不过 这里倒是有个人 需要你来专门打个招呼 说着 他抬起了手 在他的手中 沉重的钢铁之书 微微颤抖 宛如流泪一样 好久不见 我的朋友 你 还好吗 15分钟前 归于寂静的荒原之上 遍地鲜血 疲惫的阿努比斯 跋涉在巨兽的尸骨之间 驾驶舱里 除了遗弃的滴答声之外 只剩下粗重的喘息 太过于漫长的斗争 太过于惨烈的厮杀 哪怕是阿努比斯 也感觉到了自己的极限 陈女士仰头 将壶中足以充当燃料的烈酒饮镜 擦去了额头上的汗水 嵌入在颅骨里的运算组件 都开始过热了 可真他娘的够了 没等他喘两口气 就听见了球员的讯号再次响起 还有更多的厮杀和战争 在远方等待 还真是干不完的活 拉不完的磨呀 他折了一声 挠了挠尸成一团的头发 无奈抱怨 罗诉你的老王八 忙完这一趟 起码要批我一个月的假 少一天我都不干了 可惜 郑主根本没法回应 只有内部论坛上 无数赞同的副意 这一次 在阿努比斯的身后 却有呼喊的声音响起 匆忙又狼狈 就在远处 那一辆冒着浓烟的 报废的摩托车旁边 尴尬的骑手 在点起脚向着 阿努比斯呐喊 等一下 小文 等一下 陈女士愣了一下 久违地听到了这个 自从几十年前 开始让自己抵触至极的昵称 短暂的愕然之后 便忍不住暴怒 猛然转身 你他妈找 话语 戛然而止 他愣在了原地 在看到那一张面孔的瞬间 他几乎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 可莫名的某种冲动 却令他忍不住起身 掀开驾驶舱 不过这可能是 来自地狱的阴谋 他瞪大眼睛 忘记呼吸 就在阿努比斯的脚下 那个穿着机车夹克的年轻人 正在向他挥手 宛如回到了 曾经童年时的初见 漫长的时光和别离 好像没有让他发生任何变化 金色的短发 依旧如同阳光那样 照耀着他的眼瞳 像是从光芒里走出来的英雄一样 闪闪发光 不好意思 别吸补 不知道去哪里了 年轻人抱着头盔 有些尴尬地挠头 笑了笑 能麻烦你在我一劫吗 寂静 漫长的寂静里 陈静文呆呆地 看着他的样子 许久 用力地点头 好的 他说 明明内心中充饮着 重逢的感动和欢喜 可他却忍不住想要流泪 随时 随时都可以 欧顿先生 于是 有温柔的手掌 揉了揉他的头发 一如当年 他们相遇时候那样 那么 我们走吧 他笑着 拉起他的手 到我们的朋友身边去 陈静文点头 擦去眼泪 再一次地 牵着他的衣角 跟在了他的身后 如同当年那样 追着那个身影 踏向了他所去往的地方 现在 在昭荡的明河波澜中 燃烧的钢铁巨人展开光益 再度屹立于星空之上 向着眼前的地狱和统治者们 昭示自己的存在 棋盘内外的死忌之中 副校长出神地凝望着 那个久违的背影 许久 无声地微笑 轻声呢喃 欢迎回来 舒服 钢铁巨神面孔抬起 似是微笑那样 俯瞰着眼前的世界 向着地狱 还有 曾经并肩作战的挚友 与如今不共戴天的仇敌们 就这样 握紧龙枪 如是问候 大家 好久不见 第156章 我们的战争 大地动摇 远方的巨像 未曾停歇 不断地雷鸣扩散 飓风之中 高耸的象牙之塔 微微动摇着 却依旧屹立在大地之上 而就在白塔之下 那一片深邃的幽暗之中 只有无数仪器的灯光 静静地闪烁着 照亮了唐椅上 创造主的面孔 又是一声雷鸣 如此高亢 尘埃速速落下 依附林平静地低头 用通条清理着烟斗中的残灰 两颗尘埃速速落下 落进烟斗里 便令他忍不住皱起眉头 好歹收敛一点啊 那个家伙 礼貌地敲门声 从门后响起 恰什尔女士 希望没有打扰 铁金座上 支援而来的事物长 站在门前 微笑 他环顾着那树立在黑暗中的 一座座医疗舱 还有最前面 那个早已经被打开 空空荡荡的舱体 眉毛微微挑起 欧顿先生 竟然已经上场了 是啊 依附林低头舔眼斗 不快地叹息 最先睁开眼睛的就是他 听说有架打 裤子都顾不上穿 就骑着小硬的摩托跑了 他停顿了一下 似是无奈那样的轻叹 完全不听别人说话的这一方面 倒是和理想国的神经病很大 嗯 您可是元老和中间来着 这么说不合适吧 西蒙斯笑起来 难道脑子没问题的人 会一头跳进去 这个肯定没好下场的地方吗 依附林摇头吃笑 但凡正常一点的人 都不会每天琢磨这些东西吧 这么说 真是让我有点难过 西蒙斯坐在他身边 我当初可是追着前辈们的背影 满怀憧憬地跳进来的呢 那不正说明 你脑子多少有点不正常吗 依附林瞥了他一眼 沉默许久 轻声笑起来 其实 大家都一样 他说 天国陨落之后那几年 我一直都在地狱里 一直到死了 都没想过回到陷阱 现在想来 其实是有些后悔的 不是因为对于其他人的失望吗 西蒙斯问 或许吧 或许呢 老人沉吟着 低头看着手中的烟斗 那个送自己烟斗的人 也早已经不在世界上 同自己一样 他想了很久 认真的说 可更多的是害怕和孤独吧 害怕 西蒙斯微微呆滞 你觉得理想国的人是什么呢 西蒙斯 依附林问 英雄 疯子 天才 还是蠢货 西蒙斯无言以对 可依附林却自顾自地回答 其实都差不多 在理想国里 并不只有善者 更早的时候 甚至有杀人无算的狂魔 和意图 挑起五大谱系斗争的疯子 不只是光辉万丈的天才 还有从性格到癖好 都全部无可救赎的垃圾 像我这样的 在里面 只能说 普普通通吧 说到这里 义附林笑了起来 归根结底 什么天才 什么恶魔 什么疯子 或者其他的称号 都不过是别人给我们的 曾经的理想国之内 其实全都是一些 无家可归的可怜虫而已 西蒙斯愕然 张口欲言 却说不出话 你无法理解 对吧 很正常 西蒙斯 义附林忽然问 除了铁金座之外 你还会有其他的地方 想要去吗 事务长沉默着 许久 缓缓摇头 那是我选择 笑历一声的地方 于是 哪怕是死亡 我也会将灰烬留在 他的甲板上 那是你为自己 寻找到的家 不是吗 老人怜悯地叹息 西蒙斯 你回不到陷阱里去 却并不仅仅是因为 你有高洁之想 还因为你无法忍受 生存在一群常人之间 这并非你傲慢冷漠 只是因为 那里没有你的朋友而已 哪怕你有一天累了 老了 想要退休了 行走在人群之中 可你会发现 你和周围的人截然不同 他们的所爱 他们的所恨 他们的人生 那都不是你想要的东西 哪怕给予你 无穷的财富和权利 你也只会感受到窒息 就好像被抛进深海里 你不会感到快乐和幸福 因为你的乐园不在那里 我们也一样 它靠在躺椅上 垂眸凝视烟斗里 那一点明灭的火光 就好像窥见往昔的光亮那样 如此缅怀 我们想要改变这个世界 却不只是因为高洁而远大的志向 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为了寻找到更多的同伴 更多的朋友 更多的同类 我们齐聚于广莫的荒野之中 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也为了自己 创造一片得以容身的家园 这就是理想国 它微笑着 轻声说 我们为自己选择的归宿 属于我们的理想之国 正因为如此 才彼此信赖 情同手足 正因为如此 失去之后 才会如此的痛苦 绝望地在地狱中徘徊 执着地在深渊里摸索 抛下背后往日的废墟 不敢再去看 也不想再去回忆曾经的一切 我是如此的孤独 如梦似幻的幸福岁月 总是容易结束 不是吗 依附林轻笑着 嘲弄着自己 昔日的美好和辉煌不见 只有徒流痛苦的游魂眷恋不去 满怀痛苦 试问 我们的心中 又怎么可能没有憎恨存留呢 伴随着他的话语 在黑暗里 那一座座墓碑一般的医疗舱里 沉睡的灵魂们 睁开了眼瞳 满怀着痛苦和震怒 凝视着眼前的世界 这便是怀师全面开放 命运之书的权限之后 所创造的成果 以示向记录 在速逝者的灵魂 创造主的力量 重新赋予他们肉体 那些来自命运之书中的记录 那些早已经死去的牺牲者 那些无家可归的野狗们 那些被自己所信赖的同伴 亲手推下深渊的亡者们 再度回到了这个世界 呼吸着充满刺鼻消毒药水的空气 推开眼前的门 湿漉漉地踩在地板上 就像是从泥潭中 再度爬出的落水狗一样 无声汇聚在一处 当听见远方仇敌传来的呼唤时 神情就变得冷酷又阴沉 再无任何的温柔存留 好久不见啊 各位 依附林摘下烟斗 回头 向着久违的同伴们露出微笑 多余的话 我就不用多说了 我们的敌人就在那里 他说 该做什么 就去做什么吧 回答他的 是无声的沉默 从地狱里再度爬出的亡魂们 沉默着集结成对裂 从黑暗中走出 接过了武器和命令 向着远方的战场开拔 许久 许久 寂静里只剩下一副灵异人 老人静静地坐在自己的躺椅上 抬头 仰望着头顶的天花板 仿佛能看到群星之下 那绵延的火光和厮杀的景象 看呀 我的朋友们 他微笑着 嗅着烟斗中那灰烬的味道 满怀着祝愿 仇敌已然登场 叛徒们踏上了舞台 属于我们的战争 再一次开始了 现在 动荡的星空之下 明河昭荡 阿努比斯张口 无声的咆哮 燃烧的利刃 撕裂无穷血色 从天而降 赤福乐土的浩荡灰光 在利刃的披斩之下破碎 雷霆之海的阴云 被光溢之上的火焰焚尽 赤红色的轨迹锁过之处 一切都被干脆利落地毁灭 受创的血蛇丝鸣 陷入狂怒 可彼此之间的距离 却反而迅速拉开 只能远远地 操纵着无数 咒术猛攻 可那些暴雨一般的咒术 在阿努比斯的 轻描淡写的披斩之下 便尽数泯灭于无 难以想象 阿努比斯的破坏力 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 短短的五分钟 亡国所得意的血暗军团 雷霆之海的风暴清军 制伏了土的烈石天使 乃至无穷地狱的大群 在那披斩的剑刃之下 尽数地迎来灭亡 这他妈 这他妈的 不只是棋盘内的大群 就连棋盘之外的观战者们 都忍不住毛骨悚然 被遗忘了七十年之后 那一份恐怖的震慑力 再度归来 令灵魂都为之发冷 明明是一台 完全没有变化的阿努比斯 可到了欧顿的手里之后 就恐怖地让所有人为之震撼 原本陈女士 从无数的大群和战争中 所磨练出的技艺 就已经让人瞠目结舌 定位心腹大患 可当这一台 装甲被欧顿接受之后 所有人便鲜明地体会到 什么叫做真正的噩梦 在他手中 切换为剑形态的幻龙敌 也在高亢的鸣叫着 完全 不合常理地 在烧毁了60%以上的部件之后 再度迈入了过在驱动的状态 长达15分钟的鸣和驱动 刷新了往日的陷阱的记录之后 超过400次以上的深度签阅 和审判胜财 让人怀疑 这一架装甲 为什么还没有被烧毁 为什么还能够继续活动 为什么还是 如此的可怕 每个人都在绞尽脑汁的思考 他还能持续多久 他还能够在如此过载的状态之下 安全运行多长的时间 每一个答案 都被阿努比斯不懈地践踏在了脚下 所能感受到的 除了惊恐和彷徨之外 便只剩下绝望 欧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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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星之间 别西部兴奋的咆哮 都是一帮垃圾 知道吗 你们都是一群垃圾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没有 在这惊魂都未知落泪的狂喜之中 银王兴奋地呐喊 用尽所有的力量 为欧顿鼓舞着 赞叹着那血海之中的浩荡前行的巨人 不厌其烦地为怀师解说着每一个战术激动 每一个紧急回避 和每一个惊艳的反攻 直到那厮杀之中 阿努比斯的脚步忽然停顿 向着群星伸手邀约 等待 要来吗 别西部 那驾驶席上的年轻人大笑着呼唤 光是解说的话 可体会不到驾驶的精髓啊 我还有新的把戏给你看 银王颤抖着 钢铁之书早已经热泪盈眶 星空之上 无穷原汁的灌溉终于结束了 在前所未有的原汁供应之下 别西部的身体已经化作了灼红 钢铁封面之上无穷数据闪现 隐隐浮现出燃进地狱的灰光 所有的准备 都已经就绪 你的战争在呼唤你了 别西部 到你登场的时候了 怀石伸出手 微笑着祝福 去吧 我的朋友 漫天星光的揭绪之下 在他展开的双臂之间 那一部厚重的铁书之上 浮现出激昂的灰光 就在兴奋的呐喊中 幸福的呼唤里 黄热的嘶吼中 银王从天而降 穿过了漫长又漫长的等待时光 从地狱到陷阱 从群星号到现在 带着燃烧的热泪 向着自己的挚友 狂奔而去 宛如流星那样 穿透暴风 从天而降 来晚了呀 别西部 阿努比斯伸手 接住那耀眼的光芒 仿佛欢笑一般 问候 怎么样 日子过得不错吧 欧顿你个王八蛋 别西部怒骂 你知道连跟网线 都没有一个人等七十年 是什么感觉吗 你说 我过得好不好 哈哈 看事过得不错了 欧顿笑着 拍了拍他的封面 哎呀 厚度也增长了不少啊 嗯 是像惊魂也会吃胖吗 真厉害啊 嗯 虽然比我差了那么一点点 能不能少臭美一点 别西部冷哼着 想要怒吃什么 可是却说不出那样的话来 明明攒了那么多怒火和咒骂要留给他 可真正见面时候 却忍不住哽咽 我 我很想念你 我知道 欧顿点头 理所当然地回答 因为我很想你啊 对不起 把你一个人抛下这么久 还让你辛苦了那么多年 但能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看到你交到新的朋友 实在是太好了 逝去的升华者微笑着 伸手 再度邀约 别西部 可以请你再同我一起 并肩作战吗 那还用说 银王大笑着回复 除了我之外 还有谁能受得了当你的副官吗 倒是你 现在的身板 受得了爷的六度签约激动吗 那当然是 绰绰有余 欧顿微笑着 开启了阿努比斯的那层构架 真而重之 将他填入其中 那就让我们再来一次吧 那个 别西部兴奋 对 那个 欧顿汉首 毕竟是复活战嘛 酷炫一些的 没问题 银王 坑敲而鸣 区区 BGM而已 包在我的身上 听好了 这可是我亲手为你打造的 原生大碟 回应着挚友的恳请和呼唤 就在那一瞬间 大地的尸山和血海之中 辉煌的光焰再度涌现 自阿努比斯的每一个裂口之中 喷布而出 沉寂多年的圣痕 自从别西部的意志之下再度苏醒 蔓延在这一同源同路的机体之中 瞬间笼罩了整个庄稼 再度掌控一切 自九地之下而起 自九天之上而降 明和奔涌 燃烧的光芒之意 无穷尽地延伸 向着群星 向着地狱 仿佛要将一切都再度囊括在至上者的支配之下 所过之处 来自的旋律 回荡在每个人的耳边 不顾一切袭来的攻击 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所在 宛如要将自己溶解的烈火之中那样 别西部振奋高歌 向归来的英雄献上赞颂 庞大的光轮自巨人的背后升起 通往明府最深处的裂口再度打开 无穷灾厄如铁那样 附着在阿努比斯的身躯之上 为他加持了毁灭的冠冕 层层光辉运转 披在他的身上 便宛如圣洁的白衣 再过在运转的引擎之上 来自众神的赐福再度显现 而更加响亮的 是那无数铁片摩擦锁中 所迸发的激荡旋律 响彻天地之间 如此 向世界宣告审判者的降临 如此 夏儿等昭告灭亡的到来 将天地化为自己的舞台 令万物聆听自己的话语 在威严的光轮之下 重生的神明展开双臂 拥抱着眼前遍布战火和硝烟的世界 这便是为深渊所赐下的审判 为地狱所精心打造的毁灭 这便是 明府巨人 奥西里斯 第1157章 俺也一样 明明是审判者降临时的威严景象 但此刻 却仿佛来到了重金属歌手的演唱会 耀眼的光芒 在别西部的恶趣味之上照向天空 而在私生竭力的咆哮和钢铁 鸣奏出的旋律里 鸣河分波自正中开辟 奔流的鸣河中 庞大的装甲巨神冉冉升起 要让万物观看 要让天和地都见证审判的到来 天地清冷 万类俱寂 唯有钢铁的铆枪鸣叫化 为了此刻的主轴 无数程序自淫王中流出 驾驭着原制 展开定律 自熔炉之中 愤怒奔涌 奥西里斯的奇迹 运行在阿努比斯的机体之上 将这装甲的力量 无止境地拔升 向上 回归原处的庄严面貌 短短的几个瞬间 以阿努比斯为容器 就在全境原制的供应之下 封存70年的奥西里斯 与此重生 荷鲁斯之刃展开 向着前方的血蛇 大地和天穷 在剑刃的挥舞之下 裂开一线 哪怕是近在咫尺的群星 也为着攀升至极致的 恐怖破坏力而摇曳 巨蛇的嘶鸣声响起 可一切都已经晚了 在奥西里斯 抬起眼瞳的瞬间 奔涌的血河 乃至河中的巨蛇 净数凝固在空气之中 天地之间 只有那一线油液的赤红 向前 笔直的延伸 所过之处 血河蒸发 巨蛇自正中被斩裂 紧接着 庞大的颅骨 在剑塔之下化为了肉泥 统治者的七笑 消散在风里 唯有无穷尽的血色 从空中落下 化为了粘稠的雨水 荷鲁斯之刃的披斩之下 重创的统治者 甚至没有机会垂死挣扎 在瞬间就当机立断地 爆掉了这一具身体 再度从王国的祭坛之上复苏 但在拉米亚的胸前 那一道深入骨髓的裂口 竟然依旧无法合拢 刺耳的吼声扩散 无数恨意自从地狱里的领域中生疼 不知多少凶魔和怪物 将视线投向了此处 杀意争鸣 可回应他们 却只有那愉快的笑声 哈哈 感觉如何 别稀薄 欧顿问 听到掌声了吗 这么热烈的专场表演 可是很久都没有过来啊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有人刚刚热了个身 就觉得自己牛逼起来了吧 银王吃笑 才几个得分 就这样了 你行不行啊 欧顿 不会是要退役了吧 可尽管这么说 那引擎内涌动的原汁溶流 却依旧的如此高亢 将自己的兴奋 传达到了机师的心中 令那笑声越发的愉快 那就 再来两个好了 奥西里斯踏着脚下沸腾的血雨 向前 拖曳着庞大的荷鲁斯之剑 向着无穷地狱的阴影 发起了再度冲击 此刻 自星空之上向下俯瞰 大地之上的阴暗 也在那燃烧的艳光之前开辟 无数地域沉淀在火焰中焚烧 就在冥府巨人的践踏之下 涌动的死河将一切大群吞没 纵横扫荡 所过之处 一切都干脆利落地迎来了毁灭 就在夸腹和二十四节气的压制之下 双月面色骤变 在狂风之中抽身后退 可卓虹的剑刃 已经自瞬间在面孔上 留下了一道疤痕和创伤 被永恒风暴和寒朝所降下的祝福和秘遗 竟然也在剑刃之下被打破 统治者的面色阴沉 再不顾及其他 头顶的风暴图腾猛然降下 紧接着 无数血染红的表面迅速裂解 展露出风冻在其中的尖兵 自厚重的冰层之下 一缕耀眼的电光凝固其中 散发出无穷凶威 那便是由大军所赐下的吐息 汇聚了无数地域残骸 而成的雷霆之海 便是大军脚下的宝座 而这 便是由大军的本体所护出的死亡余境 来自雷霆之海的最深处 自从无数纪元所酝酿的毁灭 离所淬炼声 划出的源出之风 现在 当冰层破裂的瞬间 刺骨的恶寒上 就从其中流出 笼罩了方圆千万里之内的世界 另一切封动在气败之中 夸腹狼狈的盗飞而出 原本健硕而强硬的身体 竟然也被浮现出一层层冰筋 血肉漆黑坏死 难以愈合 可更恐怖的 便是从其中流出的 那一缕不定型的雷霆 随着雷霆的消逝 飓风陡然浮现 当容器被毁灭的瞬间 大军的吐息 就降临在这破碎的世界之中 群星在摇曳之中陷入冻结 而就在大地之上 陷阱的领域迎来了巨阵和战力 二十四节气的 压制在这地狱之王的呼吸之下 被轻而易举地撕裂 世间至强的伟力降临于此 无差别地扩散毁灭 万象粉碎如尘 甚至连尘埃都在这灰暗的狂风之中 化为了虚无 转瞬间 不知多少建筑 在这扩散的洪流之中 消失无踪 就连笔直向前的奥西里斯 都陷入了禁止 厚重冰层笼罩在他的装甲之上 迅速增长 又瞬间崩裂剥落 在扩散的艳光里 无穷的风暴 竟然也被开辟出了一道劣戏 可很快 扩散的风暴便迅速收缩 自消散之前再度重聚 在双月的手中 侵蚀着统治者的身躯 将它彻底笼罩在内 短短的瞬间 统治者就在其中化为了飞灰 可在风暴里 一具庞大的骸骨 却浮现出钢铁的色彩 难以磨灭 如是 将自我也化为祭品 融入无穷的原初之风内 隐隐的月光从其中流露 双月的模糊面孔 再度浮现上 无声咆哮 就这样 硬扛着来自陷阱碎片的修正 强行突破了棋盘的峙谷 在这碎片之内 显露出自己灵魂的真实形态 真正属于统治者的面貌 不顾那深入灵魂的撕裂痛楚 很好 非常好 双月的脸上 浮现出猙獰的笑容 吐出雷鸣 当年的遗憾 没想到能够在今日补足 就用你的头颅 作为献给大军的庆贺吧 你们雷霆之海的神经病 脑子里除了打架之外 就没有其他东西吗 撕裂的尖兵之中 燃烧的奥西里斯 却浮现出无以言喻的愉快和兴奋 他说 幸好 我也一样 在他身后 展开的光翼高悬与夜空之上 喷涌出万丈雁流 将阴暗的世界再度照亮 如是 大笑着 闭逆着眼前的统治者 还有他身后无穷的怪物和军团 勾了勾手指 你们 一起上吧 与此同时 就在远方 王国的行缺里 浩荡的终生 在统治者的意志之下 再度敲响 轰鸣声里 无穷血色升上天空 如巨竹一般 扩散出耀眼的赤红 瘦创的血舌盘 绕在金石一般的巨竹之上 浑身的窗口迅速蔓延 扩散 像是退下了不值一提的衣袍那样 血肉翻卷 白骨裸露 而更加刺眼的 是那庞大的蛇骨之上 一行行早已经鸣刻在骨髓之中的字迹 来自地狱最深处的诅咒和恩赐 无法用唇齿和言语去转达 无法指张不薄乃至铁石去承载 唯有统治者身躯 才能够容纳这一份无上的真理和威严 这便是哭亡的律令 与此昭告如等悖逆 苟延惨喘中有尽头 至上之王以垂谋观赏 心怀侥幸者尽可挣扎 以鼓与血献上滑稽巨木 不甘降伏者尽可逃亡 以彷徨和绝望 换取最后的犒赏 世间万象所归之处 便是亡国 那森冷的话语 自拉米亚的喉咙中生起 抽取着巨蛇的生命 在这狭窄的世界中 铭刻下不可违抗的真理 哭亡一念 就此降下 血河肆意奔流 无数从其中 爬出的骸骨眼洞中亮起火光 张口 以枯萎的原质涌动着 为死亡献上赞歌 就在世界巨人的压制之下 那无数骸骨所形成的巨像 仰天咆哮 喷出了无穷的星红的光芒 而整个碎片之内的深度 开始以恐怖的速度暴涨 漫天的群星摇曳 无数框架在挤压之下咔咔作响 就连夜空之上 都崩裂出了一道道缝隙 在酷王的律令冲击之下 首当其冲的六道轮回率先崩溃 三善道之中的天人 在地狱的引力拉扯之下 迅速地迎来变化和枯萎 弄臣们嘲弄的笑声响起 不知何时渗入其中的诅咒 和地狱沉淀井喷而出 所有大群都在五种不同的衰亡之中 渐渐迎来凝固 从创造 破坏 和维持三支分裂之后 破碎的原点就在无望弥合 从那时候开始 凝固的阴影 就时时刻刻追在了天竺的昇华者身后 如今只是慢了一步 曾经的惨烈状况 便再度浮现 而更令人毛骨悚然的 是随着失去六道轮回之后 还是倾斜的夜幕 当群星的支点被破坏之后 无数点点星光便开始散乱 破碎的轮回内 十周的身影浮现一瞬 早已经死去的仙人 猛然睁开眼瞳 双眸流下血泪 枯搞得躯窍如实 卡在崩溃的六道之间 化为最后的柱石 撑起了坍塌的根基 令倾斜的群星再度回归稳定 而作为代价 剩余三善道和三恶道 都已经荡然无存 不知多少天竺升华者 在这动荡的冲击之下 化为了尘埃 被凝固所侵染的灵魂 狼狈回归了存续院之中 先后来自雷霆之海 和王国双重冲击 转瞬间就将大秘仪 推进可岌岌可危的处境 哪怕是石咒仙人 舍弃了最后一丁点重生的希望 再度撑起了支点 可却再经不起任何的冲击了 一时间 分摊到其他支柱的压力 却开始暴增 太阳历史所散发出的无穷热量 在渐渐地收缩 维持自身的稳定 而二十四节气 被原初之息撕裂之后 扶桑树冠之上的日轮 也浮现出一道道裂系 青地面无表情地 坐在扶桑的最顶端 冷眼俯瞰着无穷黑潮 万般风霜过后 所成就的参天之柱 是卡尔等萧小 是否能够动摇吧 就在扶桑之后 无穷星空之下 深渊的暗影骤然浮现 贝内特双手核实 阿卜苏的黑暗自地上喷出 窥准了时机之后 瞬间将马尔斯连带着 至弗洛土的怪物们一同 锁避在了自身所 创造出的地狱之中 不知道多少人面色骤变 此刻 就在升座即将完成的短暂时间内 无数地狱大群的围攻之下 陷阱的腹地 竟然出现了短暂的防御真空 首尾香弦的一蛇之轮 和死亡天使 已经越过了重重封锁 长驱直入 武德曼的面孔 已经近在咫尺 宛如严金所住就的原罪之枪 呼啸而至 瞬间 灌入了怀尸的身躯 尘埃落定 小孩子的大冒险 到此为止了 怀尸 武德曼冷漠道别 该回家了 是吗 王座之上 怀尸微微抬起眼睛 紧接着 让人不安的愉悦神情 从那一张面孔上浮现 一双手 就这样轻柔地 执着地 按在了武德曼持枪的手掌之上 握紧 不着急 如是 向着远道而来的访客 微笑 怀尸说 我可是 等你 很久了 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掌 奉献 武德曼恶然一瞬 好像在一瞬间 一切都不一样了 并不是自己跨越了无数阻拦 从天而降 将这个小王八丁死在了 他那一张该死的椅子 而是自己开着车 唱着歌 来到了饭店 有人为他打开门 热情好客地 端上了咖啡和蜂蜜茶 和煦微笑 告诉他 欢迎回家 草 当某种诡异的预感 从心头浮现的瞬间 他便看到 枪风贯穿之下 怀尸的身体 陡然溶解 碎散为无数流光 生气 向着头顶那近在咫尺的群星飞出 令摇曳的星辰重归稳定 无数星光如雾气那样洒落 遍及尘世 紧接着 无穷重压从夜幕之上压下 整个陷阱都寂静了一瞬 只听见风中传来无数框架扩展 彼此碰撞所传来的清脆声音 漫天的灰光将无穷黑暗照亮 夜空上的裂隙再度弥合 动荡的尘世回归安定 就在大秘仪的笼罩之下 万物有序 所过之处 不论是十昼残骸独立支撑的最后支点 还是太阳历时 扶桑和万神殿再度串联为一体 重整万象 濒临崩溃的一切在迅速地复原 陷阱领域彻底展开 盖压碎片彻底成为了陷阱的延伸 而在无数框架的锁壁之下 武德曼已经彻底冻结在虚空中 难以动弹 刺骨的恶寒 在那之前便已经渗入了武德曼的灵魂之中去 升座 升座竟然早就完成了 不对 这不是伪装 而是陷阱 借着自己的手脱离程序的束缚之后 所完成的自我陷阱 就在他的眼前 枪风贯穿之下 怀师的躯壳在燃烧中迅速崩溃 无穷神性和悲悯 从其中流液而出 谢谢你 武德曼 怀师露出笑容 由衷地 诚挚地 向着眼前的凝固者 致以谢意 就在大笑之中 怀师展开双臂 拥抱着近在咫尺的死亡 任由武德曼绝杀的一击 将自己彻底的湮灭 以自己的生命 跨越了最后的距离 完成了最后的升座 此刻 伴随着怀师的死亡 群星之间的王座 无声溃散 可容器的毁灭 却并没有引发连锁反应的崩溃 反而令大秘仪的运转开始加速 因为从怀师崩裂的身体里流出的 并非只有原质和神性的光焰 还有庄严而古老的轮廓 世间万象一切意义的凝结 所有记录的归宿 所有正本和现实的复刻 那是天国普系所传承的原点 正统所在的威权一物 命运之书 在那一瞬间 陷阱 地狱 乃至棋盘之外的统侠局内 都迎来了一片死寂 马瑟斯的面色骤变 就连宫殿的最深处 正在看热闹的哭王 都微微抬起了眼瞳 与大军对视一眼 而在决策室内 不知道多少人一瞬地手抖 让滚烫的咖啡落在裤子 甚至连杯子都没有抓稳 不顾驳梗的哀鸣 猛然回头 瞪大眼睛 看着那个淡定抽烟的老男人 难以置信 从那一张神秘微笑的面孔上 无从窥探隐藏在其中的谋算和决心 但此刻所有人却都忍不住 有狂吸冷气的冲动 这个老王八 这个老王八踏 为了这一场赌局 他竟然将天国普系压箱底的老本 都拿出来了吗 不只是开放了权限 就连命运之书的正本 都交给了怀师 早在赌局开始之前 他就翘无声息地 将所有的砝码压在了天平之上 等头中解开的瞬间 才听见往昔那未曾消散的雷鸣 如此的 惊心动魄 现在 在崩溃扩散之前 崭新的支柱出现在了天地之间 当怀师破碎的屈翘之后 那庄严之书的轮廓冉染升起时 便令漫天的群星迸发光芒 宛如迎来了真正的轴星 就这样 升上天空 于此 将我一切所有 奉献万物 怀师展开双臂 拥抱眼前的星空 微笑着迎接灭亡 以灵魂为牺牲 赠予天上群星和人世万象 这便是单波之王 最后的牺牲 就这样 带着怀师的所有灵魂和原质 化为无数的流光 向着夜幕之中 那些孤独的星辰们 飞去 以我自身 赋予着庞大的秘遗 以灵魂 弥补一切劣系 修复动荡的尘世 令一切重归安宁 树上散乱的框架和定律 此刻迅速地重归 与星空的驾驭之下 随着命运之书上 无数树叶迅速地翻动 来自怀师的意志 自其中流出 扩散 瞬间笼罩了整个世界 隔绝地域 压制凝固 驱散那些风中的灾厄 截断血河和狂风的运转 令一切重归正轨 天地成彻 焕然一新 那些遥远的明洞 此起彼伏 重叠在一处 化为波澜 扩散 在框架的冻结之中 一蛇之轮 再度艰难地运转 思鸣 武德曼咆哮 双眸星红 再一次的 又一次的 地不知道多少次 被命运之书所戏弄之后 凝固者已经彻底陷入了癫狂 不顾一切地 展开了身后 那化为蛇轮的神迹刻印 手中的长矛之上 浮现出点点血光 海量的灾厄和苦痛 从诡异的锋刃之上 涌动而出 碎裂的岩金之下 浮现出钢铁的轮廓和面貌 重演神明之死 将尘世的一切 尽数是煞 神迹刻印 朗基努斯 给我他妈的去死 武德曼嘶吼着 奋起长枪 对准了天穹之上 还未曾隐没在群星之间的命运之书 猛然刺出 再不顾局 外马瑟瑟的呐喊和喝止 他要将眼前的一切 都彻底砸成稀巴烂 可在那之前 有更耀眼的光焰 从群星之间迸发 随着槐尸的身影 彻底焚烧殆尽 却又有崭新的轮廓 从群星之间汇聚 短短一个弹指 自大秘仪的灌溉之下 再度重铸 无数辉煌的星光之间 一双冷漠的眼瞳向下俯瞰 铁光自手中生长 转瞬间 便再度 从天而降 跨越了地和天之间的距离 撕裂了狂风所组成的剑阁 七海奔流的浩荡朝生重现 汇聚了无穷质量的剑刃 燃起纯粹之光 化为流星坠落 从枪风的旁边急驰而过 灌入了伍德曼的头颅 啪 一声轻响 剑刃撕裂了微不足道的颅骨 从后脑透出 拉扯着它 向着大地坠落 在一蛇的悲鸣之中 轰然坠地 紧接着 天穷之上的身影 才姗姗来迟地坠下 践踏 大地军炼 伍德曼的身体 彻底被踩进了裂缝 面孔在皮靴的挤压之下 深深陷入了泥土之中 只有在嘶吼中 艰难抬起的眼瞳 自下而上地 再度看到那一张面孔 如此熟悉 怀尸弯下腰 端向着 他狼狈的样子 微笑 咱俩 好久不见 他问 你还好吗 没有等待回应 不论他好不好 接下来 他肯定不会好了 因为苦痛的灰光 自怀尸的手中浮现 紧接着 愤怒如弹 填装完毕 狼手巨锤猛然睁开了双眸 尾部喷出了赤红的火焰 宛如允星坠落那样 向着脚下的头颅 悍然砸落 轰鸣里 伍德曼倒飞而出 可不等他落下 怀尸的身影 就已经从半空之中浮现 手中的悲悯之枪再现 和愤怒重叠 猙獰的伏击斩落 划过了他的喉咙 一个头颅飞向了空中 紧接着 就被一锤粗暴的杂暴 再然后 猎人飞出 掀进了残骸的胸膛 紧接着 飞出的残骸 就在锁链的拉扯之下 倒飞而来 就在原地 手中 浩荡潮汐地回荡再现 骑海之众 鹅庞 回首 哄 就这样 干脆利落地 将那一具残骸 彻底打爆成一团肉酱 在这短短的瞬间 不知道多少观测者的眼珠子 快要和相伴 多少年的眼眶告别 诧异地蹦出 当怀尸陷技 自我完成的瞬间 另一个 怀尸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再现 然后 就拿着伍德曼 上演了一出虐杀大秀 各种武器轮番招呼之下 伍德曼甚至还来不及还手 就变成了一团渣 就直接硬干五阶 还是理想国时代的五阶 哪来这么生猛的牲口 在这之前 才刚刚习惯怀尸肿搔操作的观看者们 才终于想起来 这个王八蛋 如今全盛时期干架的时候 有多离谱 不但当着腐烂之龙的面进阶 紧接着就干爆了纳吉尔法舰队 最后还把残骸 垫在理想国的铁背下面 不知道给多少地狱大群 带来了屈之不散的心理阴影 这压根就不是那一张灾厄之剑 而是如今天国谱系 如今最离谱的输出卡 刚刚出炉才没多久的 归行者 以四阶就拿下了 黄金卡面的代表角色 一手造就了理想国归行的 中流砥柱 归行者 怀尸 就在献祭自我 将命运之书 融入大秘仪的瞬间 怀尸就当机立断地 抛下了这掌控人士的大权 交给了集结在 象牙之塔内的存序院学者们 反正命运之书中 有自己的你四人格 关键时候想要怎么用都没关系 但如今 最重要的 已经不是大秘仪了 而是干他妈的黄金黎明 现在 咱俩可以好好唠唠了 怀尸扛起额旁 冷眼瞥着一蛇之轮下 迅速重生的伍德曼 识笑 你不是很喜欢聊天吗 不如聊聊 你这么猜 是怎么当上午街的 哄 剧响再度蹦发 伍德曼的面色骤变 再度后撤 难以置信 手中的朗基努斯 激烈地震荡着 几乎脱手飞出 自己竟然在怀尸一个 云中军的打击之下 险些无法握紧武器 可没有给他任何反应的时间 怀尸的面孔 自他的眼前再现 冷笑着 展落七海之剑 无穷大力自震荡的剑刃之上传来 令枪风嗡嗡作响 甚至传导在骨骼和血肉之中 令他背后那一只新生的灰翼 竟然也骤然炸裂 分崩离析 那诡异的震动 倘若在体内爆发的话 足以在瞬间将自己炸成肉酱 可在那一瞬间 耳边所传来的 却是浩瀚而高远的名奏 无穷旋律所汇聚的潮流 就好像自己所面对的 并非是怀尸 而是 那一瞬间 武德曼猛然抬头 看向他头顶那无数辉煌运转的星空 那伟大乐章的来处 哦 既然听见了吗 怀尸吃笑着 再度抬起了手中的锋刃 这可是整个世界的演奏专场 那一瞬间呼应群星的浩荡民动 从他的体内迸发 整个陷阱的力量 灌注在这一具狭窄的躯窍之内 轰然爆发 这便是将整个世界都化为演奏厅的 极易 交响 第159章男人至死都是少年 从未曾体会过如此惊奇的感受 宛如同世界化为了一个整体 日月星辰的运转 如血脉奔流 肺腑中的吐息像是化为了暴风 泥南的话语从云端洒落 就成了惊雷 心脏搏动时 便迸发幽远而浩荡的潮声 来自大秘仪的共鸣 源源不断地将这一份力量降下 精妙地维持在怀师 未曾想象到的上限之前 将破坏力无穷地增强 现在 天和地的演奏 寄托在自己的琴弦之上 举世鸣动 便汇聚在五指之间 轰然炸裂 怀师的身影从原地消失 毫无征兆 只有耀眼的铁光切裂虚空 留下了一道流星那样的灼烧痕迹 笔直向前 一直在一蛇之轮的正前方 爆发 伍德曼的身影闪烁一瞬 出现在了半空中 神情阴沉 手中的朗基努斯 嗡嗡作响 面对这一击 他竟然发现自己 绝对不能去正面抵挡 否则的话 可能连灵魂都会受创 时代变了的感觉如何 伍德曼先生 就在地面上的凹陷里 怀师抬起头 好奇地问 有没有很失落 就在他的手中 剑刃被那恐怖的力量所蹂躏 已经分崩离析 军裂的痕迹向上蔓延 顺着手臂爬上了脖梗和面孔 可很快 在怀师随意的动作之下 无数军裂之中 浮现涌动的铁光 迅速弥合 收束 消失不见 将受创的部位瞬间圆置化 然后予以重组 另被反阵所撕裂的肌力和骨骼 彻底痊愈 焕然一新 四阶之后 这种随灭随生的感觉真好 完全将其中巨大的消耗抛在脑后 自大秘移源源不断的原置灌注之下 大司命和云中军的神性 不断地彼此转换 给伍德曼带来一阵又一阵的恶寒感应 来自于天国谱系内的克制 干他妈的天问之落 天知道哪个混账 在做完了天阙和龟须的设计之后 一拍脑门 看到还有大片的空余可用 便专门塞了一大堆有的没的进去 你猜怎么着 我觉得 光设计一个辅助太无聊了 现在的版本 他们可以用来专门杀自己人了 surprise 对于负面原置和诅咒超高的耐受性 让这帮混账免疫了天国谱系内 绝大多数的debuff的同时 还能将对方的诅咒变成食粮 进一步转化为自己的力量 搭配上其他形形色色不同的武器 一物买至神技刻印之后 几乎每一个天问之路的升华者 都有玩不完的骚操作 而一旦满足了对环境苛刻要求 解决了原置供应之后 这帮家伙就会从辅助陡然一变 变成了强力道让人头皮发麻的输出 不行 不能再这么被动下去了 受创的一舌嘶鸣着 巨轮回旋 在天穷之上 巨大的灰翼再度展开 将槐尸投来的利刃吞没 紧接着 伍德曼手中的朗基努斯倒持着举起 遥遥对准了大地 五指松开 于是 手中那一柄漆黑的长枪 顺应着重力的呼唤 那一瞬间 槐尸的喉咙一紧 感受到如芒在背的恶寒浮现 死亡危机的警报乍响 不假思索的拔足飞奔 瞬间 向后撤出 可在他头顶的天空之中 哪怕是大秘仪的压制之下 那一柄试杀神明之枪 依旧在迅速地向着他坠落 燃烧着火焰 迅速地 分裂 几何倍数一般的扩张 转瞬间 天穷之上已经遍布燃烧的锋芒 随着槐尸的后撤 便毫无征兆地变换角度 在引力的加速之下 越来越快 甚至 突破了肉眼能及的极限 扯出一道道漆黑的细线 延伸 拉长 现在 数之不尽的黑色锋芒 已经将槐尸死死地锁定 封锁其中 哪怕是隐葬穿梭 和所分化出的残影 也被禁数撕裂 火花在空气中不断地蹦出 那些刀剑和枪锋碰撞的声音 不绝于耳 槐尸躲避的空间 在迅速地缩小 可尽管如此 伍德曼仍嫌不够 另一只手掌抬起 对准了夜空 转瞬间 数十道耀眼的火光 便从漆黑的夜幕之中 凭空浮现 铭刻着无数符文的陨石 从天而降 大地剧烈的震荡 气浪席卷之中 骤然有一道电光 冲天而起 自怀尸的指尖 天古振奋 短短的几个弹指之间 九度纯化的雷霆 在天穷之上 奏响了毁灭余音 同另一片夜空中 披下的雷霆 遥相呼应 无数扑向大地的是 神之枪 在那一瞬间 竟然诡异地停滞在原地 紧接着 尾随着那一道 冲向伍德曼的雷霆 骤然逆转 折返 竟然当机立断地 将自身原制化之后 再度转化为了雷霆 怀尸向着伍德曼扑出 连带着身后 数之不尽的朗基努斯 小王八你他妈 伍德曼骂了一句脏话 眼瞳中血丝如火 灰意展开 那一层层黯淡的雾气 从羽翼的轮廓崩解 陡然化作 猙獰巨龙的模样 头戴冠冕 巨口张开 便有恐怖的极寒 从其中喷涌而出 双风扩散 冻结一切 就连原制化的雷霆 都难逃停滞 迅速地在空中缓慢 可在那破裂的冰层背后 却传来了一声浅笑 薄木雷电 归何忧 伴随着低沉的吟诵 玉冠自怀尸头上浮现 神迹刻印 天问 展开 蕴藏在那一具躯壳中的力量 尽数转化为了雷霆 在天阙的投影之中激化 毫无差别地 向着四方爆发而出 夜空之中 仿佛出现了另一道太阳 那是无数重叠在一起的电光 数之不尽的分支 从猙獰的主干上扩散开来 却又纠缠在一处 彼此重叠 就形成了遍布毛刺的巨轮 耀眼的光焰扩散 自巨轮的回旋和碾压中 将灰雾所凝结成的巨兽 尽数蒸发 伍德曼猛然伸手 五指握紧 冷漠 你以为这样 就能逃得过朗基努斯 做梦 那一瞬间 无数朗基努斯收束 便形成了一道千百米长的 诡异锋刃 自回旋中 将裂光撕裂 贯穿 雷光之轮瞬间崩溃 毫无任何抵抗力地 被撕裂成两劫 而枪风已经深深没入其中 但却不见 从另一头伸出 只有怀尸的面孔 从裂光中浮现 如此嘲弄 风中仿佛传来了 熟悉的惨叫和嘶鸣 令伍德曼的面色骤变 亚雷斯塔 这是 消散的光焰之下 怀尸的身后 一扇庄严的黑暗之门 缓缓开启 将朗基努斯所带来的毁灭 进入吞入其中 龟虚 萨麦尔的全力一击 在怀尸的误导之下 尽数刺入了龟虚之中 然后 蕴藏在其中的毁灭 毫无保留地扩散 只是瞬间 龟虚就隐隐浮现出崩裂的征兆 竟然难以封锁 那一份死亡所凝结成的灾厄之枪 怀尸能够清晰感受到 就连永生之兽的血肉 竟然也在这一次之下 迅速枯萎和凋零 可更加响亮的 是其中所传来的垂死悲鸣 在龟虚的压制 和永生之兽的血肉 侵蚀双重蹂躏之下 世界 终于迎来了最后的结局 当龟虚之门开启的瞬间 他几乎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机会 可他做梦 都没有想到 等来的不是队友的救援 而是来自伍德曼 毫无保留的一击 哇 竟然连自己人都这么狠吗 不愧是黄金黎明 实在是厉害 厉害 怀尸忍不住敬佩地拍手 丝毫不掩饰嘲弄的笑声 就在他的身后 龟虚的大门再度开启 露出那一道在黑暗里不断盘旋 寻找不到目标的弑神之枪 对准了正前方的伍德曼 还给你 不等伍德曼反应过来 还粘连着丝丝屡屡血肉侵蚀的朗基努斯 便已经击事而出 向着自己的主人 当海量死亡所汇聚的灾厄 被永生之兽的衍生血肉里的生机所中和之后 那一柄漆黑的长枪 就仿佛生锈了一样 遍布铜绿和霉斑 乃至 令伍德曼为之色变的诅咒和猛毒 一蛇之轮疯狂旋转 巨蛇张口 死死地咬住了怀尸投出的长枪 无数鳞片迅速灰黑碎裂 从身躯上剥落 蛇颅迎来了迅速的腐烂 白骨裸露 还在不断地渗出毒汁 痴痴作响 可不等他再度反应 怀尸的眼瞳 便再一次从他的面前浮现 七海之剑展落 撕裂挥物 披展在他面前浮现的框架防御之上 真理恒昌也介于竟然在这纯粹的冲击之下 浮现出一丝丝的裂隙 在裂隙之外 有差异和震惊的声音传来 不会吧 不会吧 怎么堂堂伍德曼 伍杰和创造主双料升华者 竟然这么水吗 怀尸一字一顿地好奇探问 大哥哥 为什么你会被一个四阶打得抬不起头了 蹦 死亡天使的震怒咆哮化为黑暗之光 从伍德曼的口中喷出 令怀尸不得不后撤了一截距离 暂避锋芒 可嘲弄的笑容却越发地放纵 生气了 开个玩笑 不至于吧 还是说你 每天搞别人心态 结果自己是那种特别容易破防的那种 怀尸满不在乎地擦拭着剑人的灰烬 随意地问道 对了 当年罗素怎么杀你的 看上去不是很彻底的样子 居然还留下这么多爱事的灰 还是说 他停顿了一下 笑容越发细血 你该不会以为自己都变成这样子了 还有机会得到命运之输吧 哎呀 真好啊 真好啊 这就是男人至死都是少年吗 可爱天真的我 都要掉眼泪了 呜呜 伍德曼 我的伍德曼 那温柔和煦的语调 还有那满溢着恶意和残忍的笑容 简直是胜过一切刀剑的披斩和创伤 不只是眼瞳心红的伍德曼 震怒发狂 就连诸多棋手 和所有通过探镜围观的观看者们 都忍不住想要吸两口冰镇的82年氧气 这他妈的 真的是以温柔善良著称的乐园王子 是以明媚阳光著称的天国牛郎 别逗了 看他这简直是足以位列世纪缺得场面前十的现场 还有恶毒道 连王国的那个乐子王都忍不住鼓掌的缺德表现 哪里是什么天文会的白玉珠家孩子精良 这他娘的 哪里还是人 只能说 不愧是罗素那个老王八一手 教出来的学生和继承者 简直 倾出于蓝 一时间 哪怕再怎么冷酷的观众 也会忍不住动移动自己的恻隐之心 和怜悯之情 伍德曼究竟做错了什么 才要遭受儒 黄金黎明的狗叛徒啊 那没事了 他妈的加大力度 怀 是 死寂之中 令万物冻结的杀意扩散 伍德曼的眼瞳燃烧着 被血色所覆盖 一舌丝鸣着 孕育会暗灾厄之潮 可不等他再说话 在怀尸身后 遥远又遥远的夜空之中 钢铁的咆哮扩散来 连带着 160余米长 重达470吨 由大宗师米哈耶尔 亲自铸造的跨深度打击主炮 补金叉 宛如海潮一般的轻波扩散 长惊丝鸣 天国战舰 鹦鹉罗 主炮发射 噓 别说话 怀尸微笑着 抬起一根手指 凑至唇边 向着武德曼温柔叮嘱 用心去感受 第1160章 长环 倘若仔细思索的话 在这个世界上 好像再没有什么 比所谓的心 更加奇妙的东西了 好像什么玩意儿 跟它扯在一块 都会变得时髦起来 用心可以创造快乐 用心可以解决问题 用心可以带来羁绊 用心 也可以去感受 感受爱 友情 梦想 信赖 希望 等等一切微不足道的 有的没的 以及 这一份要尖 等连通整个地域 一起焚烧成灰烬的怒火 现在 震怒寄托于钢铁之上 铁精丝鸣 群星的灰光映照之下 那明晰而澄澈的尘世之间 在瞬间被刺痛 一切眼眸的星红所覆盖 他们自黑暗中涌动而出 寄托在钢铁之上 便将堂中沉寂的补金叉 烧成了赤红 令钢铁展开无形的双翼 毫不可惜地抽取着 所有哨战中 所传递来的力量 暴虐地行径在人世间 带着毁灭的高热 和无数灵魂所遗留的痛恨 遥远又遥远的距离 在弹指间被抛在了身后 现在 毁灭随着群星的震怒一同 从天而降 便临万象战力 大地动荡 冰冷的星光所映照之处 就连飓风也戛然而止 无穷重压在那之前 就已经压制在死亡天使的 一蛇之轮上 不容许他有任何挣扎着 也不容许他再回避和逃亡 夜暴当头 看呀 武德曼先生 怀师眺望着那慢卷的火红 从天而降 无数摇曳的光影中 微笑再无温度 只剩下冷酷和残忍 审判的时候到了 现在 审判降临 一蛇丝鸣 巨轮飞转 鼠之不尽的灰色羽翼张开 彼此重叠 侵蚀着现实 宛如万丈高楼平垫起那样 羽翼笼罩之内的界域 开始飞速地转化 向着地域 无穷阻隔凭空浮现 真理横昌的框架 所独有的恐怖封闭性体现而出 就连大秘仪的压制 被抵御在外 一切力量都精准 而迅速地运转至关键的环节 在死亡天使的羽翼之下 无数地域的炮影浮现 组成了具体而微的深渊结构 无穷深度 在补金叉的正前方 迅速地增加 然而 这一切不会有用 鼠之不尽的灰暗雾气 在炮火的轰击之下溃散 那些飘忽的大翼 自烈火之中焚烧殆尽 无穷深度 在坠落的凶恶星辰之下 被层层突破和跨越 伍德曼的减缓和转移 不会有用 因为有些东西 不会因为时光的消磨 和距离的增加消散 只会在孤独的等待 和深渊的折磨中 越变越强 当曼卷的星红 自无穷深度的消磨中 渐渐收束 其中所寄托的原制 早已蜕变了不知道多少次 凝结成了连怀尸 都为之毛骨悚然的憎恨结晶 短短一瞬 一会儿过 只有一声啪的轻响 宛如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侥幸 迎来破灭的声音 在爆裂溃散的深渊投影之中 所升起的 便是响彻了整个碎片世界 痛苦思鸣 有蠕动的轮廓 从溶解的大地之上升起 在那些深渊沉淀所形成的漆黑浓雾里 受创的怪物在尖叫 再不能压制自己的本质 脱离了人的范畴之后之后 展露出凝固之后的深渊本质 或者说 那才是伍德曼真正的模样 如血所凝结成灵片 在星辰的灰光之下展开 七颗猙獰的头颅 如扇一般展开 关带着深渊精髓之面 十枚诡异的尖角 自头颅之上生长而出 当丑陋的肉意展开时 便将群星的灰光遮蔽 令世界归于永恒黑暗 本应该这样才对 但现在 一切在怒火的焚烧之下 都变得截然不同 那充斥了整个天地的怪物 在痛苦地挣扎 破碎的双翼上 数之不尽的血肉洒落 将大地染红 浮现出焦烂的裂口 有四颗头颅 已经不知所踪 残存的三只头颅 鸡脚破碎 屈翘也已经在高热的 蹂躏之下崩溃 遍布焦痕 而这 只不过是表象而已 真正重创 是在赌局规则之下 勉强弥合的灵魂 竟然自不经差的冲击 和怀尸的恶意侵蚀中 渐渐浮现出裂痕 无数疯狂的意念 在灵魂之中涌动着 那些各自为战的流毒 在无法在伍德曼的 压制下统合 反而被外界 所施加的痛苦所挑动 越发的躁动和凶力 就像是屈翘中 迅速萌发的重乱 蚕食着灵魂的构架 同时 另拒受越发的凶力 狂暴 再不顾惜一切 本能地 要将灾厄和毁灭 施加在万物之上 将眼前的群星吞斥 连同怀尸一起 已经快要失控了吗 伍德曼 马瑟斯面无表情的泥南 背在身后的手掌 愤怒地握紧了 赌局的规则 终究有所极限 哪怕是重新构成 但却失去了最重要的理智 对于创造主来说 这简直是致命的缺陷 更何况 还有伍德曼 对于命运之书的执着 竟然在昔日的敌人们 面前展露出 如此的丑态 简直就像是 讨不到糖吃的小孩子 开始歇斯底里一样 何其可悲 我还能够支援 亚瑟没情说 还来得及 不必 马瑟斯沉默了一瞬 缓缓摇头 亚瑟 做好你的工作 只要将万灵药给他就好 倘若得不到的话 毁掉这一切 也是另一种选择 在那之前 就让他最后放纵一次吧 他的神情渐渐冷漠 残酷低语 总要让那群 自今荣誉的家伙知道 对这一切心怀憎恨的 可不只有他们的理想过 于是 就在棋局之中 地狱领域的深处 有一缕诡异的光芒飞出 降落在巨兽的残躯之上 自无数历史记录中 所萃取出的治愈奇迹 在凝固之后 迎来激变的事象惊魂 万灵药 转瞬间 无数创伤不要而育 断裂的头颅 重新生长而出 一双双激变的肉意 从庞大的身躯上展开 重生的怪物再度抬起眼眸 七颗头颅中的 癫狂和混乱 不减反增 毫无征兆地 向着怀石张口 喷出容金万物的热流和双风 猛毒和诅咒扩散 永恒的荒芜降临 就连陷阱的领域 在他的吐息之下 竟然也被撕裂出了一道缝隙 永恒的污染和积变 如同种子一样 被植入了他所过的 每一寸土地之中 无穷地域沉淀扩散 就连深度也开始暴涨 万物向着地域坠落 而就在毁灭吐息的正前方 怀石冷漠地俯瞰着这一切 大秘仪的灰光降下 整个陷阱领域的力量 加持一人的手中 自大私命 和云中军的神性运转中 只是抬手便有无数雷光 从天而降 化地为牢 将身后的大门关紧 将内外封锁 隔绝 将地狱和怪物 还有自己封锁在其中 而在囚龙之中 便只剩下怀石和武德曼 人和兽 陷阱和地狱 理想国和黄金黎明的 厮杀和战争 来吧 武德曼 来吧 怀石抬头 向着仇敌呼唤 我们之间的账 该了结了 连同过去的债务一起 那些孩子 那些无辜者 那些被埋葬在单波泥土之下的枯骨 还有更多 更远 更古老的仇恨 那些逝去的 那些死亡的 那些本不应该绝望地走向地狱的 还有那些本应该有光明未来的 一切 你要怎么偿还 巨兽癫狂的思鸣 庞大的光环从头顶复兴 如蛇那样灰黑的冠冕笼罩 无差别地挥洒着这一份妒忌和憎恨 无数眼瞳死死地盯着怀石 那个笼罩在万丈灰光之中的年轻人 那些混乱的眼瞳里浮现的神采 究竟是憎恶还是羡慕呢 可到最后 都变成了恶意和嘲弄 就像是看着躺臂当车的傻子那样 七颗头颅张开 无数混乱的话语重叠在一处 或是嘀喃 或是质问 或是嘲笑 或者怒吼 到最后 就变成了蹂躏一切耳膜的嘶吼 巨口之中 七立地烈光喷涌 如同毁灭的利刃 胡乱地挥洒 向着怀石穿刺 披斩 足以将整个城市 笼罩在灭亡之内 将一切蒸发为尘埃的力量降下 而万丈公雀 却从怀石的脚下 拔地而起 还则九重 熟银肚之 看那天鹊微微 究竟是谁人迎走 神迹刻印 天问 展开 天鹊的投影降下 黄昏之乡的残酷场景再现 钢铁之墙从虚空之中降临 重重叠叠 在虚无夕阳的映照之下 再现钢铁地狱的辉煌时代 而就在重重碎裂的铁壁之后的夜空中 鹦鹉罗号荡行行 怀石所独有的天鹊 昔日理想国所构建的天国战舰降临于此 只不过 这一次 再非往日的空壳 剑桥内 武器舱 甲板之上 几轮室内 每个部分 每一个角落都亮起了奇迹的灰光 在归还者们的掌控之下 那些逝去的魂灵们 已经重新归来 再度地回归了自己的岗位 向着使命进发 不只是此处 就连遍及陷阱领域的每一处哨所之中 就在象牙之塔内的所有位置 从死亡中归来的灵魂们 轻车熟路地 再度唤醒了那些沉寂的装置 彼此衔接 令大秘仪的运转越发的高亢和激烈 还有更多 更多的升华者 再度投身于战场之上 大秘仪的灵魂 并非怀师一人所造就 而是由他们再度撑起 那个辉煌的时代 再度仿佛再度归来 美好的往日 重陷在这棋盘之中 再一次地将世界的支柱撑起 奠定万事的根基 哪怕只有这稍纵即逝的短暂时光 鹦鹉罗为您效命 怀师阁下 此刻 就在肃静的剑桥之上 两并白斑的剑掌扶手 向着那个大地之上的身影 献上忠诚 请您下令 我们的敌人不就在这里吗 各位 怀师抬起手 指向前方 命令 只有一个 赶尽杀绝 不留下一片残骸 不留下一块碎片 就连灰烬和尘埃 都没有必要存留 将背叛者 焚烧殆尽 现在 请让我见识一下 鹦鹉罗的怒火吧 于是 在战舰之内 无数仪器前 那些被暗淡光芒所照亮的面孔 不约而同地 露出了冷酷的笑容 通令全舰 舰长的沙哑声音 从每个人的耳边响起 以理想国之名 向一切叛逆降下毁灭 他说 全弹发射 那一瞬 群星之间的铁金再度撕鸣 笼罩全身的装甲升起 裂开 这部空间里的繁复结构层层展开 便展露出数不清的黑暗虚空 还有其中沉寂了漫长时光的战争武器 数不清的漆黑炮身 从鹦鹉罗的躯壳之下伸出 原制的红流喷勃扩散 将漆黑的战舰 笼罩在日轮般的耀眼红光中 如此庄严 全域锁定完毕 中央轴心锚定 超线增压驱动开始 各部门运转正常 全体预备 歼灭模式 展开 在怀尸的意志之下 金戈自铁中回荡 十万道烈焰之光升上了夜空 将天穷点燃为白昼 万物在这洪流一般的毁灭火力中站立 一切被彻底淹没 数不清的烈光 像是太阳那样 不断地从大地之上升起 又消散 在视网膜上留下了一道道七粒的残痕 战争在此刻开始 战争在此刻结束 而毫无怜悯的复仇和蹂躏 才刚刚开始